当最强金手指和最强隐藏职业御龙师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 将造就怎样一个妖孽 男人第一次觉醒天赋 就当众打脸笑嘴 而传闻中的巨龙更是重现人间 甘愿俯首称臣 只因男人面前出现的正式 传闻中的最强三大隐藏职业 龙血战士 龙语法师以及御龙师 而这一切都因多年前一款游戏与现实相融合 无数的秘境和遗迹随之出现 以及强大的怪物 人们通过猎杀怪物升级 获取材料装备 但有一种怪物令人闻风丧往 在凶猛的怪物在他面前都是弟弟 那就是神秘且强如神明的巨龙 在龙国的第三学校 老师一巴掌拍在黑板上 示意同学们安静 他接下来说的是关系到同学们的一声 他告诉同学们 只要精神足够坚定就有可能转职成战斗职业 陆凡也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想他从蓝星穿越过来已经三年 他对这个世界已经了解了七七八八 而法师 弓箭手以及战士 是站在这个世界塔间的三大职业 他们是人人羡慕的职业 不仅能获取最优质的装备 更能赚取得丰厚的酬劳 而最差的就是生活类职业 厨师 草药师 矿工 觉醒这类职业注定是个普通人 而他的小姨就是这样一位厨师 每天起早贪黑地经营一家包子婆 供养他读书 陆凡暗自发誓 这次一定要觉醒战斗职业 让小姨过上好日子 随着老师宣布向转职仪式场地出发 同学们都兴奋起来 而陆凡思考得太投入没听到 老师问他怎么了 陆凡文言先是说了声道歉 接着一阵风一样跑 他一把拍在栏杆上 这都三年了 金手指怎么还没有到账 他深信的是迟早的事 现在最重要的还是先完成转职 同学们都安静地看着转职台上 中央摆着一块的透明水晶 校长宣布转职仪式正式开始 将由他旁边的牧师主持本次转职仪式 陆凡好不容易挤到前面 校长让被点到名字的人上台 第一个是学霸张涛 很多女生都被他的颜值征服 在牧师的帮助下 一圈圈符文将他包裹 水晶室也发出滋滋的声音 紧接着在上空凝聚出一枚火球 学生们顿时投来羡慕的目光 这可是战斗职业火球法师 前途不可限量 张涛很享受这种万众瞩目的感觉 就连陆凡都羡慕 他这是彻底与普通生活告别 随着校长念出一个个名字 有的觉醒了草料 有的觉醒了材料 更有心如死灰的矿工 战斗职业就意味着有无限的未来 觉醒生活类职业注定平庸一生 但这还不是最惨 最惨的是家庭短来就拮据 还转职成课金的强化职业 陆凡文言有些心虚 万一自己也转职成强化职业 想都不敢醒 就在这时 校长念到了他的名字 他那抗打的颜值顿时又引起一阵骚乱 都在猜测他会觉醒什么职业 陆凡只能强迫自己镇定 将双手靠近水晶石 在牧师的帮助下 水晶石发出滋滋的声音 下一位 一声龙影响射天地 整个空间都颤动起来 紧接着一道金色光柱将陆凡罩住 所有人都被震撼在原地 而空中也出现一条巨龙 这是隐藏职业才有的天地异想 老师们的嘴也张得能塞下一枚鸡蛋 要是他能转职成龙血战士或者龙鱼法师 那他将创造历史 成为龙国心的强者 而上一个成为龙血战士的人 现在已经是个顶尖高水 没想到十年后又出现了巨龙异想 完不成陆凡就是下影 随着异想的消散 所有人都将目光看向陆凡 校长更是激动地抓住他的双肩 笑 你觉醒的是龙血战士还是龙鱼法师 陆凡文言脸色很是难看 不情愿说是御龙师 校长文言如遭雷击 所有人都是不可置信 明明这么大的阵仗 却是最废物无用的御龙师 不是御龙师不强 相反是最强的战斗职业 只是千年来没有一个人能驯服巨龙 在强如神明的巨龙面前 人类弱小的犹如蝼蚁 想要降服巨龙无疑痴人说梦 而没有龙的御龙师啥也不是 甚至连技能都无法解锁 想到小姨一把屎一把尿将它喂大 可她却不能给小姨更好的生活 她只能失落地走在回家路上 就在这时 她的金手指到账了 超级宝藏图系统激活 陆凡点开自己属性炼板 等级十级 技能就是御龙术 可以驯服龙味生物 她也想起校长的话 让她不要灰心 实在不行就驯服一些亚龙主 毕竟隐藏职业还是潜力无穷的 但陆凡心里很清楚 亚龙不过是凶兽 如何能跟龙比 还谈什么潜力无穷 而且千年来都没有见过龙的宗女 孤知不觉间她就到了家门口 她深吸了一口气 刚进家门 就见小姨已经在桌子上 摆好了饭菜 下一年 小姨就一把将她抱住 并快速地将她拉向餐桌 说今天是她转职的日子 怎么样成为了什么职业 陆凡欲言幼稚 小姨立马表示 没关系 这样也好 免得每天出去打打杀杀的 让人更甘心 陆凡握紧了拳头 说自己成了御龙师 是一个没有龙就什么都做不成的职业 小姨微微一笑 御龙师也没关系 这说明小凡你真的很强 如果将来你能考上大学 小姨就继续供你读 要是你不愿意 也可以和我一起经营包子 晚上 陆凡将自己扔在床上 小姨才26岁 是普通生活职业 就算手指都磨成老简了 也没见改变平凡的生活 我想要和小姨过上更好的生活 难道要因为我转职成御龙师而断锁 陆凡不甘心 只要有龙 他就是最强的隐藏职业 可又该到什么地方去寻找龙 忽然 系统的声音响起 陆凡 恭喜你 首日藏宝图已发送 而且是张神机藏宝图 他虽然觉醒了藏宝图系 但还没来得及深入研究 目前除了知道有个鉴定功能 而最核心的藏宝图功能又是什么样 他直接点开宝箱 藏宝图共分为初级 中级 高级 以及最高的神级 而三张低级藏宝图 就能合成一张高级藏宝图 且系统每天都会发放一张随机地点的藏宝图 只要前往那里 就能获得与自身职业相关的宝藏 陆凡知道自己彻底战起 有了他 他成为真正的御龙师指日可待 而且第一张藏宝图将是他翻身的好机会 他一直点开 一张地图就出现 他收拾好行李搭上夜班车 并给小姨留了张字条 说他要去山市平原改变命名 让他不要担心 在家等他回来 当小姨睡意朦胧的起床时 就看见他的流言 而此时的陆凡已经到了山市平原 他发誓一定要让小姨过上好日子 突然他撞到了一个人 抬头一看竟是个穿迷彩服的状态 旁边还有个负重前行的老阿姨 陆凡直接摆出防御的姿势 突然 一只手掌拍在他背包上 小哥 要不要一起走 陆凡一把甩开他的手 知道他们是材料猎人 三人都不怀好意地看着他 威胁意味明确 帅哥 再考虑一下吧 独眼龙也在一旁说道 年轻人 深夜的荒野没有同伴 可是很危险 陆凡闻眼脸上浮现出一滴冷汗 这帮家伙 杀人越获的是肯定没有省大 怎么样 考虑好了吗 陆凡暗呼糟糕 出门的时候没有看皇帝 这下被他们盯上了 接下来就看自己的八字够不够硬了 男人花费两年半孵化一枚蛋 却孵出一个人人羡慕的长腿欲击 不仅研制暴躲 还战力惊人 只因男人转职成最强隐藏职业御龙师 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 只因聚鼓随便吹 其动能让人类堆堆烟灭 更年说收服 为此御龙师成了最垃圾的职业 陆凡不甘心任命 决定到荒野寻宝改变命 根据系统的提示 他很快到达郊外 却遇到材料猎人找茬 硬是要和他组队一起走 美其名约好保护他 陆凡直接拒绝 独眼龙还想挣扎一下 小哥 你不懂荒野的规则 这夜里可比你想象中凶险 陆凡为了摆脱他们 说自己是名召唤师 任何危险他都能召唤元素生物轻松解决 几人文言都是一愣 看来我们的担心对于你来说是多余 随即独眼龙招呼另外两个离开 女人则凑到陆凡耳边 小帅哥 也许我们还会再见 离开时还依依不舍地送给陆凡一个飞吻 陆凡可不想被这些卑劣的材料猎人被刺 果然没有实力就会这样 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 他得赶紧出发 在密林中穿行很久 他扒开树枝一看 却看到一群八级的脚马 虽然他们性格温顺 但是打扰到他们 就是十级的陆凡也会变成空中飞人 只因他无技能 想而又想 他还是决定绕道而行 只能小心翼翼地绕过去 但安全只是相对 陆凡穿行在七级的巨角灵中间 他只能心中祈祷不要出什么妖蛾子 可下一命 他就踩中一只青蛙 陆凡知道糟了 顿时就有无数只巨角灵盯着他 其中一直发出愤怒的声音 陆凡只能带着他们展开一场马拉松 他在前面撒鸭子地跑着 突然他摔了出去 转头一看 他又踩到一只青蛙 陆凡内心很是憋屈 没有聋的他连胆小的巨角灵都能欺负他 现在的他很清楚 若是错过了这次机会 那么他的下场就跟被他踩死的青蛙一样 与此同时 他发现已经到了藏宝地底 这让他兴奋不已 净身机会就摆在眼前 他必须抓住 当他透过石凤向里看时 只见一枚龙弹静静地躺在那里 看样子里面的幼龙马上就要破壳而出了 忽然 一阵响动从背后传来 陆凡急忙拿起新手武器 他转身就是一刀 却被噬血灰狐一口咬住 这也顿时激起了他的胸性 陆凡发挤了鸡飞 通过细感觉之 嗜血灰狐有个三连爪和嗜血灰狐的技能 还真是个难缠的家伙 不过狐皮可是材料猎人的最爱 直八是龙帝 可惜现在的陆凡没有应对的技能 而身后的龙弹慢慢地开始裂开 现在只能拖延到幼龙或可使用玉龙术 他想法很好 但是血灰狐的速度太快 他可能坚持不到那个时候 只是一个照明 陆凡手上就多了三道爪痕 他知道不能让他使出嗜血灰狐 必须在三连爪时解决他 紧接着灰狐的右爪再次与他短兵相接 赤血灰狐直接借用他的兵器为跳 使出第三种 陆凡知道时机成熟了 快准狠地插在他的后颈上 系统也在此时提示 击杀灰狐 经验增加120 陆凡也喘了口气 终于干掉了 与此同时 背后传来一道阴侧侧的声音 嘿嘿嘿 确实干掉他了 小哥真厉害 陆凡握紧拳头 这帮人还真是阴魂不散 但他不得不稳住他们 你们跟踪我 我说过是不会加入你们 小帅哥不必如此紧张 你可是欺骗了我们 明明不是召坏师 不然也不会伤成这样 你怎么不用技能呢 陆凡一脚将是血灰不踢向他们 想以此破财免灾 让他们不要再缠着他 但他显然低估了他们的贪婪 哈哈哈哈 小哥你可真有意思 想用八十龙笔打了我们 小哥这是打算给我们打多少年功啊 而且我们要的可不是这个 陆凡知道他们也发现了龙带 两人不由分说地包抄向他 一踩壮汉一击将他的武器打飞 女人也趁机将刀架在他脖子上 只是这个姿势怎么看都有点让人羡慕 嘻嘻嘻 小哥也太小看我们材料猎人对宝贝的袖准了 这时迷彩壮汉已经将龙蛋爆了出来 陆凡暗不糟糕 独眼龙觉得宝贝已经到水 让女人送陆凡上路 太遗憾了 小帅哥 我们要说永迭了 陆凡此时想的却是龙蛋是他唯一翻身的机会 绝不能让他们拿走 只听搜的一声 龙蛋里面飞出一个黑影 看着空中长有双翅的怪物 尼采男两人惊呆了 陆凡也是瞪大了双眼 那就是他要找的龙 幼龙一个俯虫飞向尼采壮汉两人 独眼龙试图扔出一个东西将他赶走 哪知幼龙只是一个侧身轻松躲 尼采壮汉也是勇猛 他要让幼龙尝上铁拳的胃口 幼龙张火发出一声 一阵戒链不断的骨折声响起 独眼龙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尼采壮汉被知己 紧接着幼龙又盯上了他 直吓得他要找妈妈 陆凡也终于知道以前没有御龙试了 即使是刚出生的幼龙都强大到让人绝望 语人闻言大惊 当说什么 这居然是颗龙袋 随着一片衣角飘起 独眼龙也领了盒饭 幼龙则捡起地上的蛋壳开始吃了起来 好似刚才的一切都与他无关事 女人颤颤巍巍巍地拿着武器对着他 陆凡趁机一把将女人推了 材料猎人的嗅觉也太迟钝了 想抢走本白属于我的龙 这就是你们的下场 幼龙见陆凡静直冲向他 顿时一连猛逼 只见陆凡五指一张 直接施展出御龙术 幼龙发出一声疑惑的嚎叫 你究竟是谁 哈哈 你不是想知道我是谁吗 我可不是什么召唤师 我是御龙师 与此同时 系统提示黑龙已契约完成 以解锁龙爪 龙牙机 龙之鼓舞三个技能 女人见大势一群 立马求劳起来 放 放过我吧 我不知道那是颗龙蛋 卑劣的材料猎人 你们谋害过多少人呢 一队人就要整整齐齐 你下去陪他们吧 女人在不甘中血洒当场 陆凡也坐下来包扎受伤的手臂 好在这次目的完美打场 只是真不敢相信 他直接将幼龙举起来转圈 想象着自己威风凛领 御龙俯瞰众生的一天 刚出生就这么强 升级后又有多强 御龙是摆脱最弱职业指日可待 不过该给他取个什么名字好 小眉球 黑金刚 不行不行 那就叫 等等 你在弄啥呢 只见幼龙对着他的伤口舔了一口 下一步 幼龙全身就腾起血雾 陆凡也被弹开 随着血雾的消散 一个头生双脚尖耳朵 长有尾巴的长腿欲解出现 陆凡都看猛了 这是怎么回事 男人是最弱职业者 却契约了一个颜值报表的长腿欲解 从此逆袭为王 仅时级就秒杀25级的三头血尸 更变态的是幼龙只有一级 而他的龙之鼓舞增益效果 比专业牧师更变态 不仅可以强化自身和龙虫 30%的全属性和攻击力增足 才让人绝望 最让陆凡震惊的是 黑龙竟然可以变成人形态 一切都和他的预想一样 契约了龙族 所有的技能都解锁了 龙之鼓舞自然不必说 龙牙基本就是高攻击 龙爪更是可以幻化出麒麟币 能打出龙虫的伤害 现在的他感觉已经彻底站起来了 黑龙虽然刚出生 但他的全属性都能碾压 20级的人类高手 各种能力更是逆天 简直就是攻防一体的六边形战士 还有一个更大的惊喜 那就是与龙虫血脉相通 这让他的各项属性值直接翻倍 不愧是三大隐藏职业 再强的隐藏职业在龙族面前都是弟弟 毫无疑问 玉龙师是最强隐藏职业 虽说他化成了人形 但龙的习性依旧没有改变 但是该取个什么名字好了 出生在一个黎明前的业 那就叫小燕 没想他很喜欢 陆凡宠溺的摸了摸他的头 问他是不是饿了 陆凡觉得该去给他猎杀一些野怪当正餐 且现在还不是回去的时候 大考即将临近 得将重心放在刷怪升级上 以前想都不敢想南省状元和龙国最高学校 现在却措手可得 就算如此自己也不能懈怠 这些只是起点 现在的首要任务是熟悉技能 小燕 我们去山市平原猎兽吧 那里有比蛋壳更好吃的怪物 他们才到平原 一群猎狗就扑了上来 这是比试血恢复更危险更难缠的怪物 不过那都是过去式 现在的山市平原 对于狱龙是和他的龙来说完全没有任何危险 现在的自己已经可以俯瞰他们 小燕率先忍不住冲了出去 俯瞰着群狼 摆出一个攻击的架势 一招龙岩猎猎 大片的猎狗体验了一把米分 只是这波攻击 大量的经验让他们收到手软 这也让陆凡尝到了甜头 想要获得更多经验升级 就得去猎杀精英怪 陆凡让小燕别管那些小喽啰 远处有个大惊艳包在等待他们 只见一头六眼喷火的三头血势正盯着他们 这是一只二术语级的精英首领怪 干掉他陆凡和小燕肯定能升很多级 这可是需要一个同级小队才能硬钢的怪 陆凡直接带着小燕上 三头狮子一天长啸 只是瞬间空中就出现一个火球 陆凡立马分复小燕配合他打断三头狮子的技能 只见小燕紧握龙拳 陆凡好似准备施斩蛤蟆弓 接着跃入空中 手握匕首 一招巨鳄强袭 直接一口咬住中间的狮子头 成功地打断三重烈焰技能 陆凡的龙牙击也击中另一个头颅 这是将龙器灌注在武器上的最强一击 只听一声巨鲜 三头狮子彻底攀软在地上 就此领了盒饭 陆凡连升三级到了十四级 飞龙小叶更是夸张 直接升到了九级 与此同时 新一天的藏宝图已到着 只是不知道里面会是御龙师的什么东西 一人一龙继续出发 山是平原深处 三人进退两难 只因他们要进的秘境需要五人才能开启 教格书的男人建议让一人回去摇人 作为速度最快的踩而直接拒绝 只因一来一回至少需要一天的时间 而随机刷新的机缘秘境存在的时间只有二十四小时 法师美少女也只能叹口气 一天时间黄花菜都凉了 他们能否等待外人 又会不会就是陆凡要去的藏宝地点 陆凡又会不会与美少女擦出爱的火花 教化为了占有男孩 总喜欢穿短裙 还豪气地说每个月给男孩十万的零花钱 可男孩对此一点都不稀罕 所有人都认为男孩是在装青刀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男孩已经经非西 虽说校花是江海市首富秦家的千金大小 但男孩还是想靠自己努力一下 毕竟他太年轻了 就在晴秋几人准备杀鱼而归时 一阵意想让几人都做出战斗姿态 陆凡让他们不要紧张 自己只是路过打酱油的 俄书看他脏兮兮 说这不是他该来的地方 原来他误以为陆凡是材料猎人 但秦秋却制止了他 还邀请陆凡一起暂时组队进入机缘秘境 进队后什么都不用做 报首是十万伦币 陆凡文言顿时来了兴趣 秦家能花如此代价进入机缘秘境 看来里面的东西本是了不得 秦秋以为他不信 再次强调他只是凑人数 进去后什么都不用干 俄书也在一旁帮腔道 小伙子快跟上 这种好事可不是随便就能遇上 哪知陆凡直接拒绝 开玩笑 十万虽说不舍 但对机缘秘境来说不值一提 他提出可以按照合作规矩来 以是说以实力表现来分配奖励 没错 这差点把秦秋的CPU都干烧起来 他们几人的平均等级在二十级左右 而陆凡看起来比他还弱 他这是自信的还是妄自尊大 先不管了 进机缘秘境才是正式 秦秋同意了陆凡的合作 先前答应了十万龙币照顾 陆凡见他如此诚意 爽快的答应 新队伍直接出发 陆凡跟在后面 现在是荒郊野外 小燕还是先不暴露为好 关键时刻也能当个杀手锦 穿过传送门 几人顺利进去入秘境 这是个二十级的秘境 困难等级 几人很快就发现了不对劲 这里太安静了 空气也很沉重 丝毫感受不到生命的痕迹 何叔一脸凝重 小子 你不会连兵器都没有吧 陆凡呵呵一笑 直接从一空间照出一把龙鳞刀 这可是御龙师和龙雀战士的专属武器 品质更是史诗级 这是从新藏榜地点搞到的 格书不愧是老江湖 一眼就看出他手里的刀不是反品 突然 弟弟伸出一只干枯的手 竟是十五级的腐败僵尸 一个叫小贾的二十级骑士 直接挡在格书身前 获得喘息的格书与彩儿 也改好攻击的姿势 几人的配合行云流水 瞬间大杀四方 格书是二十八级战士 彩儿则是二十三级前行者 陆凡也不得不承认这个组合很棒 行秋直接化身雷电女神 周身环绕着金色的电光 谁知他一开口喊的竟然是 圣光星宇 这个技能一天之处在于 他不仅能攻击敌方 还能治疗几方 没想到他是个隐藏职业的圣光法师 可以兼备攻击和治疗 当然了 现在的攻击比不上纯法师 治疗又比上墓师 陆凡没想到在这里能遇到一个隐藏职业 这是更高级的精英怪出动 听声音数量还不少 接着大量的二十级鲜血丧尸 从地底爬出 格书吩咐财儿保护好陆凡和秦秋 让小贾和他一起冲锋 格书一个起跳 五十米的大砍刀 直接切在丧尸的肩膀上 小贾一剑捅穿了丧尸的肩膀 下一秒他就傻眼 拔不出来了 这可咋整 眼看丧尸的血肉正在吞噬他的剑 接着就口出尸毒 小贾直下的哇哇大哭 怎么会这样 秦秋也是大惊 这可咋办 自己也解不了尸毒啊 但是牧师的活 无助的小贾只能呼叫格书救命 格书也不行 直接一个野蛮冲撞 还不忘记让小贾松开武器 又让采儿上前帮忙 陆凡却主动出击 不用麻烦他 让我来 这直接给两人看猛了 这家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他还只是一个简单的拔刀枕 却撬动了女孩那颗冰封千年的心 这也让他对男孩的身份有了怀疑 难道他就是传言中最近出现的 影堂职业御龙师 可御龙是不是最弱职业 看来传言不实 不过这样也好 他逃不出自己的手转心 秦家队伍才进入秘境就舍损一员 关键时刻陆凡站了出来 格书觉得他疯了 让他快些后退 陆凡却给丧失一刀封喉 格书等人直接震惊两年半 这攻击力高的离谱 你到底多少急 刚转职的学生不可能这么厉害 我十四级 这可真没骗你 来山市平原是为了大考试炼 别怂了 我们还得继续前进 秦秋没想到陆凡和他竟是同届学生 十四级打出的伤害比二十八级的格书还高 与此同时 另一只丧失准备偷袭他 他率先打在他跟前 陆凡的身影却比他更快 直接一击将丧失打飞 不出意外丧失直接卸菜 前排的空缺我来补位 各位没问题吧 秦秋也在暗自猜测陆凡的身影 难道他就是最近传得沸沸扬扬的 最弱隐堂职业御龙师 陆凡走在前面 示意他们跟上 秦秋内心此时极不平静 又一只丧失倒下 他们总算来到村子中心 小贾的状态越来越差 秦秋的职业根本无法解除尸毒 必须打败密集守卫传送门才会出现 被抓紧时间了 否则小贾不但会死在这里 还会变成丧失 才而发现村子里没有守卫的踪迹 这很多对劲 忽然 格书身后冒出大量的丧失 孙大哥 小心里深厚 说完直接晕倒在地 可丧失不会给他们展现队友友友谊的时间 一只巨大的铁夫丧尸在这世出现 踩而脱口而出 毕竟守卫 丧尸发出怪弃 嘴里嘟囔得要新鲜的血肉 陆凡让大家抓紧时间 要是他没猜错的话 是小贾的失毒唤醒了铁夫丧尸 不快点干掉他的话 很可能会吸收融合小贾 德书直接一招满月斩向他消去 然而一点用都没有 连痕迹都没有留下 陆凡见证有些慌了 如果失毒会一直吸引铁夫丧尸 那就没有时间让他们慢慢攻击 话音刚落 他的龙灵剑已经与铁夫丧尸的 头颅来了的亲力接触 瞬间就将他头上的铁夫击碎 这也让他进入了铁夫状态 全身防御和耐力都提升了40% 要想击败他还得再来两刀 但想要更快的话 得使用龙血卡滑 铁夫丧尸也没闲着 直接给自己的技能充能 小贾的状态也越来越差 陆凡大喝一声 行秋 用你的神圣系法术配合我 龙血卡滑的效果就是很炸裂 秦秋毫不犹豫地举起了法杖 盛光星雨与龙血卡滑的第一次完美结合 将会打出怎样的伤害 我们拭目以待 那个表面一脸和蔼可亲的小姐姐 竟是一只凶神恶煞的院师 陆凡也迎来升级后的第一次挑战 就在刚刚 陆凡与小女友秦秋使出组合计 轻松地打碎了铁夫丧尸的外壳 露出一只巨大的心虹眼球 几人再次震惊两秒半 格书断定陆凡绝对是隐藏职业 他在秦家多年 各色各样的天才都见过 却没有陆凡这么优秀的 面对露出本体的丧尸 陆凡直接扑了上去 吓得铁夫丧尸眼珠子都突出了 一声猛烈的撞击响起 陆凡一个帅气的着地 毕竟守卫被打倒 这比打废铁夫丧尸的外壳更加让人震撼 就没见过这么强大的技能 轻而易举的就干掉了20级的boss 陆凡究竟是个什么怪物 铁夫丧尸的遗物是一个宝箱 陆同学 通秘境的能力 倒是我们来凑数了 格书过奖 那就请同学来分配了 几人都有些期待 可打开后他们有些失望 这也太寒酸了 20级的机缘秘境就这点奖励 打死他们都不行 格书 快递给小假喝下解毒药剂吧 接着将陆凡的战利品递给他 不愧是秦家人 果然狠守规矩 可传送门并没有出现 采儿提议大家四处找找 却被陆凡阻止 让他们不要乱动 因为系统提示他 铁夫丧尸并不是最终boss 为何这么说 有什么新发现 格书 作为圣光法师 我们感受到一股黑暗的力量 与此同时 远处的湖面开始冒跑 几人根据秦秋的感知 向湖面靠近 此时湖底有个巨大的黑影 跟章鱼似的 突然他的触手上 睁开无数血红的眼睛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团葬诈尸了 陆凡也感知到了 他要来了 只见无数的触手伸出湖面 几人在他面前犹如小蚂蚁 陆凡说的不错 这应该是最终boss 大家躲到掩体后面 怪物一只触手拍在格书箭上 另一只手拍在格书胸膛上 只是一个照明 格书就变成人形大炮 而另外两条触手 则招呼向我们的蒙妹子行秋 眼看就要被捉去当压债夫人 蒙妹子都已经认命 千军一发之际 陆凡直接使出洪荒之力 爆发出三百八十脉的速度 一个公主抱将小女友掳走 小女友还在惊恐与害羞之间徘徊 咣当一声 两人砸在地上 凯而几人急忙上前问东问西 突然 后面流水声响起 怪物也慢慢露出真容 体型上对比 怎么看他们都没有胜存 只见触手中间 镶嵌着一个披头散发的女子 双手被铁链牢牢锁住 这就是困难级别的最终boss 25级的哀痛院师 三百六十度无死角的超级怪物 来了来了 陆凡终于召唤出了巨龙 却让格书等人震惊了两秒半 行秋也终于百分百地 确定了陆凡的身份 刚恢复的小甲也不得不站出来打配 但面对哀痛院师的拒绝 格书让他不要逞强 他们负责拉仇恨 攻击靠我 要解决这只丧尸 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干掉他的本体 就在这时 他张保护下 无数的湿气散发出来 我们的全属性瞬间降了百分之二十 与此同时 他的一只触手拍向我 好在我身体灵魂 完美地躲开了 这一举动也让院师彻底震怒 吓得晴秋急忙出言提醒我 院师竟然挥动着手中的铁链向我抽来 我也暗呼糟糕 看他那来势汹汹的样子 格书等人都下手 其他几人都有防御 就晴秋张大嘴傻愣愣地站着 院师的另一只举爪再次向我袭来 还好彩射出的女后发先知 此刻我也意识到 再这么硬扛下去 他们迟早会死在这里 我借助铁链的微跳 准备发动龙牙机 虽说威力巨大 但也只是斩断了院师一条畜生 接着两条铁链就向我抽来 我不得不施展出龙血砍化 铁链瞬间被崩碎 这波再次让众人震撼不已 格书说这不是我们能对付 让暂时撤退 晴秋表示不能再拖我后退 让我遇醒 我让他们先撤到村中 我留下断后 晴秋还想说什么 我让他们快撤 彩儿知道留下帮不上什么忙 劝说晴秋撤离 没有脱油瓶的存在 我准备召唤出小叶 有了小叶的佩服 我相信哀痛院师还不够小叶打 格书等人也听到了龙银声 陆凡这小子竟然召唤了巨龙 小叶只是施展了一个巨恶强袭 院师就失去了一半的战斗力 相应的还有一半的触手 这一下的疼痛都让他的身体扭曲到变形 小叶又是一招龙撞 院师发出一声惨叫 直接调回了葫芦 格书等人又一次被震撼 仅仅两招 最终Boss就被肢解了 没想到能亲眼看到巨龙 陆凡果然就是那个传言中的 最强隐藏职业御龙师 燃爆了燃爆了 黑龙小叶只是一个吐息 就打出天灾及伤害 随后变成一个暴力小活力 勤修顿绝危机感大增 醋意横生 钢铁直男的陆凡还安慰他 让不要担心 毕竟Boss已经解决了 他们很快就能拿到奖励离开这里 才而都为他这情商着急 俩人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原来院师是三百年前 在教会的庇护下长大的 他活泼开朗乐于助人 还主动扶老奶奶过马路 直到一场瘟疫出现 他的人生开始改变 为了拯救大家 他毅然决然地转职成了黑暗女巫 并好心地召来亡魂和大家告别 这却触犯了众人的逆龄 都将矛头指向他 教会更是说灾难是他带来的 于是用铁链将他锁死成湖 平息众目 与巫想不通 明明是他 那些人才能与家人见最后一面 而关爱他长大的教会 竟然把他推出来当替死骨 他很不甘心 发誓要报仇 众人感到是 发现陆凡正与黑龙亲密互动 他们都认为这下可以离开逆境 陆凡见传送门并未出现 那就意味着Boss还潇洒活着 下一秒 无面就开始咕噜咕噜地冒号 巨大的水浪冲天而起 院士浮出水面仰天长相 为什么 为什么 众人都做好战斗的准备 只见院士脚下是一个巨大的水剧 他竟然开启了第二阶段 全属性都翻倍提高 见此一幕 彩儿的身体不争气地开始颤闹 院士说他们今天都要死 谁都别想逃 接着就弹出几个水龙蛋 黑龙直接展开翅膀挡住 但彩儿就没那么幸运了 直接中招 惊得晴秋大 在格书与彩儿的默契配合下 彩儿成功脱卸 晴秋再次打起退堂 要知道就不来这秘境 是他害了大家都到这一步了 你打算放弃吗 晴秋说只有他有魔法伤害 但就他那点攻击 给院士脑痒痒还差不多 陆凡 现在Boss免疫所有的物理伤害 难道你还会魔法攻击 陆凡眼里闪过一丝脚痒 我不会 但是我的龙宠贵 这话并没有能给大家信心 只因等级相差太大 院士再次凝聚出一只巨型水水 陆凡无指一握 龙的属性可不是人能比拟 黑龙翅膀一抽 巨手再次被打散 陆凡也是有提气 更何况在美女面前 小叶 容颜烈焰 院士瞬间被火焰吞没 几人呆呆地看着 这完全就是单方面碾压 这哪是攻击 完全就是天灾 院士在不甘中落幕 但死前却复活了所有的丧尸 紧接着传送门就出现了 小叶的等级也升到了十级 陆凡则升到了十五级 俄书几人的表情不一 与此同时 他们听到了一群丧尸的声音 村里的丧尸真的复活 小叶直接飞入空中 小嘴一张 一口容器 丧尸们就消失了 俄书没想到黑龙变成了一个性感火辣的小姐姐 他们之前要奋力砍杀的丧尸 还扛不住他吹一口气 陆凡说他就是黑龙 对付这些丧尸 就跟闹着玩一样 还安慰秦秋不要紧张 分配完战利品他们就离开 看规矩 先来 没问题了 翻宣了翻宣了 秦秋竟然主动向陆凡求婚 更炸裂的是 陆凡的小姨迎来了二准 还是隐藏职业附魔烹饪尸 最最惊调人下巴的还是 棒棒国公主要收陆凡做奴博 就在刚刚 陆凡打开导箱后 先是精品武器圣光法杖 接着是精品法头 而这两样都是 圣光法师的专属装备 其次是稀有品质的哀痛戒指 但这些陆凡都没有药 而是挑选了一个转职卷种 他可以引导非隐藏职业 以低概率转职成 当前职业的尚未隐藏职业 这让秦秋无比惊讶 第一次有男生对他这么好 这让他撬脸没来由的一红 按照规矩 这些东西都应该是陆凡了 更何况要不是陆凡 他们都有可能死在这里 最终他又将戒指递给了陆凡 其他两样就当男朋友 给女朋友的舔狗精了 当陆凡回到家时 小姨一下扑到他怀里 陆凡说自己身上很脏 小姨则呜呜地哭了起来 这几天都把他担心死了 他都害怕现在是在做梦 陆凡只能安慰他 签下不平等条约 表示自己以后不会了 随即温柔地给小姨擦去眼角的泪水 更让小姨震惊的是 看似可爱到爆的小叶 其实是一条巨龙 随即就问他饿不饿 小叶忍不住点头 陆凡则拿出转值卷轴 说是在副本中得到 专门为小姨准备的 如果小姨转值成隐藏职业 就可以不用再开包子破 小姨却拒绝 表示太贵重 还不如把他卖了给陆凡 买把像样的武器 这样他的大考也能有更好的成绩 陆凡当即给他展示了自己的余额 小小的体验了一把什么叫毫无人形 陆凡告诉他 这只是他卖材料的钱 而且秦秋还答应给他十万报酬 小姨 相信我 我们以后不会再为钱发愁了 他一打开卷轴 一到夺目的光芒就从里面蹦射而出 小姨就如喝了十瓶假酒一样陶醉 陆凡急忙问他成功没用 小姨也算欧皇附体这么低的概率 他竟然转值成了附魔烹饪师 可以做出各种加成食物 这简直就是个移动的奶妈间资源保护 此时小姨已经躺在厨房呼呼大睡 周围还散落着没吃完的包子 画面一转 秦家别墅内 秦秋正坐在毫无人性的沙发上 讲述着陆凡的一切 同时他也很挫败 同样是隐藏职业 他连陆凡的一根脚趾口都比不上 龙的是你没和其他人说过吧 当然没有 回来的时候我就和陆凡约定好了 龙的是绝不会从秦家传出去 男人说他做得特别好 对龙垂涎的家伙可不少 秦秋突然站起来 他救过大家的命 你该不会对他的龙有想法吧 秦山喊闻言笑了起来 真是你大不中流 你觉得我是那种人 倒是该怎么报答人家救命之恩 我答应给他一笔十万的酬劳 这样吧 你明天亲自登门 带张紫金卡送去 爸爸你不和我一起去吗 不想见见陆凡 如果可以 我也想去见见那个臭小孩 不过 明天我有安排 棒棒的小公主来我们这留学 正好在我们江海市 毕竟我们生意上有合作 还是要去迎接一下的 不过大考临近 他们来此的目的怕是不简单 没想到被他说中了 他们竟然来到陆凡小姨的包子 小姨告诉他们今天打压 两人像是没叫养一样 自不自的说话 你确定是这里 你不会带我来到了垃圾场吗 属下调查的就是这里 接着男人一把将小姨推开 闯了进去 为本公主是来找人的 你认不认识一个叫陆凡的御龙师 陆凡文声走下楼来 竟然有人找她 小罗莉对这个地方很是嫌弃 说这里的气味令人作误 陆凡见小姨气色不对 问她有没有事 你就是陆凡 本公主赏光专程来找你 陆凡文言一脸猛逼 什么公主母猪 还找我 男人说小罗莉是棒棒国的金珠小公主 她是护卫崔老六 本公主来赐你一个出人头地的机会 成为御龙师心里一定不好受 接着崔老六就打开箱子 里面竟是一枚龙蛋 怎么样 想要吧 只要你成为我的奴仆 我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不得违抗 答应了这枚龙蛋就是你 陆凡文言满脸大汗 这特么棒棒真是越来越挑 真是三天不打上房接网 这高高在上的异国公主 如今却跪在地上 恳求做我的奴仆 我反手就给她一个大逼兜 就在刚刚 棒棒国的两人 竟然拿出一颗甲龙蛋来忽悠我做奴 要知道这可是连亚龙都比不上的垃圾 这让我与小姨都一脸猛逼 还一搏公主 也是 就指甲盖那么大一点的小多 平时都是偷别人文化的垃圾搏度 能有好东西就奇怪了 两个二货也不知道哪来的自信 像我和小姨都没有反应 还以为我们没见过世面被震撼 要知道他们拿出的东西 也就比陆凡家的鸡蛋好一点 陆凡不经宝图们都被惊到了 此时陆凡展示出了东方大国的气量 不想打击这两个乡八老 属性是挺不错的 可内心早已惊涛骇浪 你们管这玩意叫龙 但看到小姨脸上还挂着汗珠 棒棒公主忍不住吐槽起来 这人真是没见识 他不知道自己看到了什么吗 居然不知道龙蛋对御龙师的重要性 御龙师没有龙那就是废物 只要你成为我的奴仆 就能成为史上第一个御龙师 想想是不是很兴奋 我实在受不了这个棒棒公主 准备将她打他走 我直接拒绝了她 实在不想和这种弱智说话 史上第一个 就这种假龙也配叫御龙师 历史上不知道出现了多少 无知的棒棒公主仍旧不死心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你可是放弃了成为史上 第一个御龙师的机会 做我的奴仆有什么不好 说不定哪天我心情好了 还能宠幸你 陆凡见他越说越离子 赶紧打断他 你们来就是为了这件事的话 那就请回吧 龙蛋我不需要 奴仆 呵呵你自己去当吧 此时狗腿子站了出来 还没有人敢这么对公主说话 答的机会 进故事抬决 还出烟不训 陆凡文言一笑 你们他喵的真有意思 好别人家里一来就让人做奴仆 都什么年代了 要知道这里不是你们棒棒国 这可是强大的龙国 不是你们这样阿猫阿狗 可以撒野的地方 棒棒公主文言直接下令 崔红泰 给我狠狠的教训他 他要是知道我连秘境过死 都打掉过的话 就不会这么冲动的出手 就在这时 小姨站出来阻止 却被崔老狗一拳打飞 公主有令 散开 这让陆凡始料未及 急忙上前扶住他 关切之心一于掩柳 小姨 有没有伤到哪里 小姨说他没事 让他不要担心 区区平民 还敢忤逆高贵棒棒国公主 敬酒不吃吃罚酒 收完轮起拳头再次砸了 陆凡却拨拦不惊 让小姨不要动 接着从空间抽出龙龄剑 小姨可是他现在唯一的女龄 谁碰谁死 剑锋锁止必见血 所以老狗就完美地诠释了这句话 只见此时的陆凡杀起龙腾 我只能送他去阎王那里喝茶 现在的他有那个底气 他相信整个龙国都会为他兜着 成为他最强的后盾 小姨急忙将他拉住 让他不要冲动 反观棒棒公主 却在骂崔老狗 你在干什么 我让你狠狠地教训他 崔老狗可不傻 从陆凡的气势判断出 自己不是他对手 此时陆凡直勾勾地盯着棒棒公主 就是这个贱女人下的令 不然小姨也不会挨的 二话不说反手就是一巴掌 我不管你是哪国的公主还是母猪 闭上你的臭嘴 带上你的狗粒马骨 忽然死 不得不说崔老狗很敬业 再次提到向陆凡刺了 却被陆凡轻松挡住 陆凡只是稍微用力 就将他的刀抖飞 此时的棒棒公主正跪在地上瑟瑟发抖 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 紧接着就将所受的委屈化成一个大逼斗 直接打在崔老狗的脸上 你这个废物 要你有何用 你看本公主的脸都肿 现在就去给我打了他 就算再也找不到御龙师 我也要他死 本想放他们一码 看来是要让他们知道龙国男儿可不是闹肿 与此同时 秦秋打来的电话将小叶吵醒 陆凡这个禽兽 小叶为何在他床上 秦秋见没人接听 都怀疑自己是不是记错男朋友的号码了 他明明记 陆凡发的定位就是在这里了 今天的他也是穿得比较幸福 毕竟第一次到男朋友家 总得给小姨留个好印象 突然 旁边传来一声爆炸 按理说龙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 不应该有恐怖袭击才对 只见崔老狗此时的样子很是狼狈 行人也才知道是外国人在闹事 此时的棒棒公主 还不知道自己惹了多大的活 这里可不是他那小小的棒棒狗 看什么看 下等人都快点滚开 陆凡阴沉着脸走向养人 崔老狗早已经认识 公主 陆凡属性不低 属下不是他对手 废物 连一个龙国学生都打不过 接着露出邪恶一笑 那就让本公主来帮你 只见他举起法杖 紫黑色的灵气喷波而出 陆凡一眼就看出这是个隐藏职业 看样子还是和秦秋截然相反的 应该是黑暗巫师 秦秋也在此时跑得过来 满脸的担心 陆凡有点猛 小秋秋怎么过来 受到巫术诅咒的吹老狗发生了巨变 强大的气势吹得陆凡两人睁眼都困难 可之间他此时双眼心不 身体变得巨大无比 全身都被灰色的灵力环绕 竟然变成了怪物 秦秋立马挡在陆凡面前 此时的他就是黑暗客星 正义的使者 他要代表光明审判 这个欺负他男朋友 陆凡见状很是意外 小秋秋何时变得这么勇 男人怎么可能躲在女人背后 一把将他拉开 让他照顾好小姨 毕竟此时的催老狗 看起来已经失去了理智 如同野兽一般 砰的一声 花岗岩的地面顿时四分五裂 陆凡防御性的阻开 这攻击力比先前提升了 起码两个档次 看来得使用组合剂 龙之鼓舞和龙爪手 地旁的棒棒公主 顿时又指高气昂起来 对 就这样 把他打了才能解本公主的心头之恨 此时的催老狗如同无敌战神 有了公主的增添 可他话还没说完 小叶就破窗而出 这让催老狗猝不及防 我妈呀 自己看到什么 一条画形的巨龙 这下完完了 棒棒公主也好不到哪去 瞳孔都无限放大 说话都结巴起了 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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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 小叶此时很吃生气 竟然有人来找事 还想让主人做奴仆 那他不就奴仆的奴仆 巨龙不需要面子 一个小小的巫师 好大的口气 紧接着直接化为本体 看巨龙不怕什么 什么宫中母猪 在巨龙面前都是渣渣 更何况一个 淡丸小国的村长女 当黑暗巫师遇上光明法师 两个隐藏职业 究竟谁更胜一筹 一个是本地主皇帝千金 另一个也是淡丸小国宫主 为了获得陆凡的使用权 两女展开激烈决战 就在刚刚 见到巨龙的金珠彻底傻 陆凡俯视着他 他已经对这个贱女人 失去了兴趣 然后陆凡又是一巴掌 抽了过去 这一眼光 是打你敢纵容手下 对我小姨动手 别说你是棒棒国小公主 就是牛魔王来了 别得把地跟完再走 小姨见这一巴掌 是为了自己而打 心中难免有些感动 但同时也有些担忧 毕竟对方是一国公主 金珠此事已经没了脾气 内心无比的恐惧 小叶带给他的威压 实在太大了 就在陆凡准备 再来一巴掌时 一个声音阻止了他 陆凡文声望去 一只巨大的白银 快速向自己套近 要知道白银可是高阶凶兽 能将他驯服的骑马 都是三转骑士 小叶见以凶兽快速套近 顿时将大了嘴 容颜烈焰已经在口中酝酿 与此同时 秦秋文声从店铺里走了出来 见识过小叶大招的 他深知这招的可怕 急忙出声阻止 只因来人正是他的父亲 秦山海也是第一次见到巨龙 心中无比的震撼 更让他意外的是 脚下的白银身子都在颤抖 明显是惧怕远处的巨龙 陆凡文言让小叶先别动手 他也想看看秦山海 会如何处理此事 秦山海此时也有点头疼 作为江海式的一把手 还算来得及时 但看棒棒公主和崔红泰的采动 他让陆凡先将巨龙收起来 毕竟有龙这件事故意太张扬 秦秋也在一旁帮枪 你就相信我爸爸吧 他肯定不会害你 陆凡见秦秋如此说 只好赵左 他对小女友还是比较信任的 看陆凡如此佩乐 秦山海很是欣慰 接着转头看向金珠 金公主你还好吧 我一会命人送你到医院去 金珠此时仍旧惊魂未定 以为秦山海和陆凡是异 吓得连连后退 别说女人直觉真准 就在这时 几辆豪舌出现 来人是棒棒国这次的负责人 也是崔红泰的亲哥哥 他率先看到的就是弟弟的残样 公主什么的早就抛之脑后 但转头一看 差点吓出降 此时的金珠也好不到哪去 一副丢了魂的样子 一边脸肿的跟屁股似的 崔秘书是又急又怒 让牧师赶紧治疗 看到崔秘书 金珠紧绷的心弦才松了下 顿时晕了过去 秦氏是 这是你必须给我们一个满意的交代 没想到这个淡丸的小活的狗恶人先告状 不问青红皂白就问罪 秦山海也是有脾气 崔秘书请回吧 此时我会先调查清楚 等有结果的自会严肃处理 见秦山海没有抓人的意思 他忍不住又出烟提醒 既然凶手就在这里 为何不抓起来交给我们处理 秦山海呵呵一笑 我想崔秘书还是先把你们公主送到医院吧 至于我龙国的人有没有犯错 还轮不到你们来指手画脚 碰面了碰面了 秦秋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男人终于见面了 没想到翁绪之间的画面如此和谐 但秦山海提出一个条件 只要娶她的女孩 起码也得考个男省状 这就是操碎了新的老父亲 就在刚刚 棒棒国公主第一次见到了巨龙 惊恐之色异于眼底 吓得急忙躲到崔老六身后 小叶见状龙口一张 直接一爪拍在崔老六身上 地面顿时碎时翻飞 金珠也被震飞出去 他不敢相信 仅仅普通一种 崔老六就只剩下一口气 口中还喊公主救命 金珠此时也很熬 立马没有脑子的举起法杖施展技能 或许他根本就没有脑子 下一步 小叶就教他做人 豪笑一声就将他的技能打断 而此时崔老六正在小叶的巨爪下苦苦挣扎 紧接着像垃圾一样将他扔住他 这是一种赤裸裸的蔑视 半死不活的崔老六趴在金珠面前 不断地说对不起 金珠没想到世上除了他家 还有别的笼带 咱们也别怪他没见识 毕竟算是一个乡村公主 此时陆凡带着小叶 杀气腾腾地走向他 金珠公主 你不是要杀了我才解气吗 就直接给金珠吓尿了 一屁股坐在地上 梨花带泪地哭诉道 你别怪 你不但打伤了我的侍从 还羞辱我威胁我 你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吗 我可是棒棒国公主 要说这女人还真是没脑子 都这个时候还想以示压人 他可能忘了 这里是龙国 不是他的山大拉 陆凡直接不想和这种 凶大无脑的人说话 直接抽出龙铃剑 阻视着他 指使手下对我小一出手 我不管你是什么公主女主 就是神明来了也得加倍奉害 小叶更是凝聚了一枚骨球 看样子是要来个神魂俱灭 此休的一生 陆凡已经扬起了龙铃剑 难道是要给他来个死无全尸 千钧一发之际 空中传来一个声音 陆凡 手下留情 来人竟是准跃付秦山海 只见他坐在一只巨大的鹰上 这出场虽不及陆凡的巨龙 但也是逼得拉买 行秋见状一惊 爸 威胁 小叶 不要了 他可是见识过小叶吐息的威力 陆凡直接斩断了金珠的法杖 小叶 停手吧 只见小叶嘴巴一闭 火球瞬间消失 秦山海也松了一口气 接着从鹰被一跃而下 看着巨鹰一脸紧张 不愧是巨龙 光靠近都能感受到这么大的压力 陆凡 周围有不少居民 还是先将巨龙收起来吧 秦秋也在一旁帮腔 陆凡 你就按爸爸说的办法 请相信我们 陆凡忍不住瞥了他眼 随即吩咐小叶 只听一声龙吟 小叶顿时变成了一个女孩 秦山海也才有时间关心棒棒公主 金公主你还好吧 我刚才去机场接你 没想到你在这里 这不是明知顾问吗 秦秋也拉着陆凡的胳膊让跟他走 秦山海接着露出一个礼貌的笑容 秦家司机马上就来接你去医院 小姨告诉陆凡 说秦秋父亲可能认识那位公主 然后就打了电话 也许这样就能解决冲 但陆凡的直觉告诉他 那个狗屁公主不会善罢甘休 此时秦山海也走过来 陆凡你可真是扔给我一个烂摊子 大致情况我已经了解 陆凡先是说了声抱歉 随即又表示此事与他无关 严格来说他也是受害者 秦先生 小凡这是会如何处理的 秦山海掏出一支烟 对方毕竟是棒棒公主 我已经派人将他们送去医院 毕竟还是要给他们一个交代 这荆家在棒棒国有些话语权 还涉足商业 小姨文言有些担忧 陆凡则一脸不服气 就算是这样又如何 别忘了这里是龙国 而且只有站着的龙国人 没有跪着的汉奸 秦山海文言哈哈一笑 轻轻拍了拍这个准女婿的肩膀 好样吧 有节气 你不用担心 我有办法让你全身而退 但是我有个条件 陆凡文言一惊 什么条件 很简单 大考试炼中拿到南省壮主 当然全国的更好 那个棒棒公主 我会暂时将她按住 直到你参加完大考 秦秋文言都替陆凡赶的压力 要知道整个南省天才无数 秦山海也告诉她 有些特权是靠自己争取的 国家需要看到你的价值 陆凡毕毫不犹豫地 答应了这个条件 此时的棒棒公主再次抓狂 知道秦山海只是和陆凡聊聊天后 她要家族给龙国高层施压 她要陆凡必须死 画面一准 大考正式开始 操场上聚集了很多学生 大家都在商量一会如何阻罪 而陆凡的出现引起一阵骚动 都成废物了 还来参加大考干什么 还是回家老老实实地去卖包子 陆凡文言都懒得理他们 一群楼已安置洪湖之至 此时校长让大家安静 宣布大考正式开始 安海使用了最简单的拔刀斩 却让观看的校长震惊 因为这是学生不该拥有的实力 看似陆凡只是普通的15级 属性实际上却是普通人的脊备 刚才还看不起 他的一中校长被啪啪打脸 唯独老岳父对他一脸期待 陆凡也没有让他失望 最后一个开始大考 却一跃升到排行榜第二 校长也才反应过来 顿时想到一种可能 自从陆凡升到15级后 手里已经攒了三张终极藏宝图 现在的他都有些看不上 不过根据系统提示 三张藏宝图可以合成一张高级藏宝图 正好可以在大考试殿上用手 就在这时 地中海班主任找上了他 手里还拿着一块石头 说是来给他送传送式的 陆凡 老师相信你 未必比其他职业差 但考试危险很大 保命要紧 实在不行就用传送式退出 刘德青山再不怕没柴烧 陆凡嘴上答应 内心却开始弹算起来 组队的分数会分摊给队友 而他的目标最低也是南省第一 就在这时 秦秋带着闺蜜找上了他 这是要官宣的节奏吗 只见秦秋小脸没来由的一回 那个 陆凡 你愿不愿意跟我们一起组队试炼 一旁的闺蜜文言一脸猛逼 陆凡委婉地拒绝了他 但还是解释了一番 尽管如此 秦秋还是有去失路 看来自己与他组队的话 就是个脱油瓶 他的闺蜜想不通 秦秋为什么会邀请一个 最弱的职业组队 但秦秋告诉他 陆凡超级强 而且今年的南省状元一定是他 闺蜜明显不幸 认为他在瞎说 顿时想到一种可能 那就是我们的小修丘恋爱 陆凡通过传送门踏入试炼秘境 此时里面早已人山人海 只见校长通过全息投影出现在空中 开始为考生们介绍大考试炼规则 而大考难度分为四个等级 普通难度不会受致命伤 但得分比例很低 困难级别有真正的怪物 使用传送时退出可保留分数 这也是大多考生默选的难度 再高一级难度就是恐惧级 隐藏职业就是门槛 其他的进去就是送人头 而且里面的怪物异常凶物 不建议单挑 明面上最被看好的红武 就选择了恐惧难度 还扬言这次第一他包了 要知道他可是义中的第一高手 还是一名能扛能打的气功师 秦秋觉得他们也该进去 看着大屏中红武的表现 义中的校长笑出了诛声 他也觉得今年的南省状元是红武 此时校长有些失落 要是陆凡是其他隐藏职业 未必不能与那红武争锋 秦山海见状嘴角一咬 各位校长 我倒看好一名学生 这次第一名说不定是他 秦先生是指谁 陆凡 三中的御龙师 这个名字让校长大胆意外 此时别的同学已经开始试炼 陆凡却站在原地未动 难道气讨 三中地中海校长文言 直接笑出了诛声 秦先生 你就别开玩笑了 御龙师有什么好期待 看看我们义中的红武 已经排到第一了 等下一刻 校长就冷汗直冒 等等 他不是要气讨 而是在等噩梦级的传送门 要知道噩梦难度有进无出 他们都觉得陆凡疯了 都想阻止他进入 陆凡则直接启动了传送石 刷的一声 消失在空中 校长还记得上个镜噩梦难度 还是八年前 那名考生死的老惨 地中校长觉得这就是胡闹 这小子没谢 看来秦先生看人的眼光有待提高啊 秦山海也不生气 各位校长 现在下结论还太紧 不如我的看看再做推对 校长想不通 为何秦山海那么看好陆凡 难道这里面有什么猫腻 画面一准 陆凡已经来到试炼一层 这里满是荆棘 陆凡发现四周至少藏有十只怪物 他第一时间拿出龙灵剑 而一层的怪物是十级的黑棕狼 嗷呜一声 他们直接扑向陆凡 陆凡眼神坚定地握住龙灵剑 今天他要一鸣惊人 龙牙几直接发动 仅用一招 他就通关了噩梦及难度一层 一中地中海校长直接站起身 直呼不可能 地中海的表情让秦山海很是满意 让你老小子了 好戏还在后头了 陆凡的战宠黑龙再次迎来史诗级加强 看起来牛轰轰的暗黑祭祀被一招救人 这也是众人第一次见到龙 表情那是相当精彩 刚才还一副天王老子来了 也阻挡不了他带走陆凡的决心 但现在他彻底震惊了 因为御龙师城长起来足以一人推平一搏 作为秦山海的同学 那可是不被一眼情面 就在陆凡推平第一层后 本以为强大的龙国却被棒棒国拿捏了 竟派出特使来捉拿陆凡 两位校长还沉浸在陆凡的一击秒杀中 一个声音将他们拉回了现实 打扰 我是龙都特使前选 白此就是为了带走御龙师陆凡回去调查 那么他在哪里 此时陆凡正在查看河城的藏宝图地点 对外界的一切毫不知情 他没想到藏宝地点竟在一起 而宝藏竟是一本可以100%提升宠物的技能书 这简直就是为小叶量身打造的 正好小叶离开爱控村后成长速度变慢 这被动技能加速成长技能书刚好适合他 画面一转 课室开始了他的表演 校长 陆凡作为你的学生 我需要你立刻终止他的考试 把他传送回 校长还想让特使给个面子 先让陆凡考完试 特使推了推进奖 你还没有那个资格 而且你也没法代替他接受惩罚 此时老岳父秦山海上来打圆场 老钱 看在老同学的份上 借一步说话 哪只钱熊确意把他拍开 还警告他不要袒护那个御龙师 小心引火烧身 金家和龙国高层的事不是他能插手 秦山海没想到高层这么软弱 这简直就是丧权辱国 没搞清楚来龙去脉就来抓人 钱熊再次开口让校长把人带过 秦山海点了支烟 老钱 高层与金家的关系很复杂 但陆凡的秘密一旦公开 高层和金家都不再重要 我也把话料在这 今天谁也别想把陆凡带走 什么秘密 你这是在以下犯上 秦山海一把抓住他 就算以下犯上又如何 钱熊见状也有些挂不住 你的所作所为 我会如实会报给高层 但他想不通 老同学为何会为陆凡做到这一步 秦山海呵呵一笑 你难道不好奇吗 能让高层和金家都跳脚的陆凡 到底藏有什么秘密 钱熊闻言一惊 瞬间想到了很多客人 毕中校长告诉他 你是没有看到刚才那种秒杀的场景 可下一秒 他们就瞪大了眼睛 因为一条剧图出现在了屏幕上 原来当陆凡来到两层门前时 他决定速战速决 直接开始召唤小叶 这可直接将外面观看的老艺术家们 震撼到一愣一愣 因为此时的黑龙太霸气了 虽然见过一次 但再次见到还是很震撼 攻的一声 石门直接四分五裂 各位都看到了 这就是陆凡的秘密 此时的秦山海别提多骄傲 他就是历史上唯一有龙的御龙师 校长都结巴的说不出话来 他真的驯服了巨龙 接着就是陆凡和小叶的猎杀时刻 这里真的变成了怪物们的噩梦 这一幕再次震撼了他们 这就是巨龙的力量吗 直接媲美三转之夜者 这也太可怕了 等级高后且不是能平脆一搏 把同二层后的陆凡排名一跃成为第一 比分更是第二名的两倍 在黑龙小叶催枯拉朽的力量下 第三到十三层的怪物们 也体验到了什么叫噩梦 校长此时也发现了端倪 他猜测陆凡的每项属性值 起码都在一百以上 实际上确实如此 他就算不召唤黑龙 也能稳拿江海是第一 特使也是小刀拉屁股 开眼 他这才明白为何秦山海要立保陆凡 这就是未来的大老了 锦上添花翼 雪中凤探南 被这个老六抢先来 既然你已经明白了 那就请回吧 我已经将录制的视频发给老师了 他们的老师可是正备后途径 此时陆凡已经来到失恋二十层 拦路的是暗黑祭祀 小叶只是一个鼓息 这个技能不但能攻击敌方 还能同时治疗自己 在熊熊猎虎中 陆凡成功通关二十层 小叶也升到十一级 而陆凡则到了十六级 此时他的比分足足是第二名的三倍 达到惊人的九万分 但他并不满足于此 他的目标可是荡庭天梯塔 别人连一层都通关不了的噩梦及副本 陆凡却一口气无伤 平推五十层后感叹太简单 只因此时黑龙解锁了第四个形态 客室觉得黑龙的力量 起码也在两千五百点以上 但他还是猜少 地中海校长文言大受震撼 这岂不是说 他们的力量在黑龙面前不值一提 与此同时 红武也通关了恐惧试炼第五十层 看样子是泪成了狗 还全身挂伤 他想不通 今天的怪物怎么这么变态 按惯例 这些怪物应该是七十层的实力才对 随即他就适人 反正现在南省状元非他墨水 而唯一能和他竞争的秦秋还是组队 比分肯定不如他 校长肯定被我的表现折服了 现在就联系十大名校的负责人 准备录取我了 殊不知地中海校长根本就没有关注他 他们都被陆凡深深吸引 而此时陆凡的比分 也达到了惊人的三十二万倍 足足是第二名红武的八倍 地中海校长都替洪武尴尬 当然尴尬的也有他自己 这个陆凡怎么就不是我意中的学生 但武士层是历届南省状元的分水里 历届状元都栽在这里 就算陆凡过关 后面的速度也不会快多少 此时陆凡正在查看小叶生计后的新技能 此时他已经拥有四种形态变化 就在这时空间发生震动 竟然横山里冒出一只怪物 山间顿时被先飞 一下就出现三只山脉巨人 校长都为陆凡捏了把冷汗 这还怎么打 地旁的地中海校长也补充道 我就说嘛 这个五十层肯定会让陆凡 攀登天梯卡的速度慢下 此时山脉巨人已经向陆凡发起了攻击 在他们巨大的拳头下 陆凡看起来很是渺小 先军一发之际 黑龙一拳挥出挡了下来 陆凡露出邪魅一笑 既然现在的难度比前面提升了一半 那么就该试试黑龙的灭视者形态 一声龙银响起 山脉巨人被先飞 这让观看的校长一惊 不知道陆凡在准备着什么大招 紧接着小叶全身就泥漫血气 他爪子开始发生变化 变得更加坚硬 随后就是头部 待到变身完成 一个全新的钻石黑龙就出现 他的力量直接接近三千 接着又解锁了两个新的技能 大地碎裂跟蔑视咆哮 校长直接看上 什么 这条龙还可以变化战斗形态 就是一直都风轻云淡的秦山海也坐不住 御龙师比想象的更加可怕 与此同时 陆凡击一动 龙之鼓舞发动 黑龙的全属性和攻击力再次提高百分之三十 小叶一个巨热提醒 山脉巨人瞬间被打成了渣 地中海校长见状满头大汗 这攻击力也太离谱 校长得出的结论就是 这一击最低也有两千点力量 面对山脉巨人伸来巨手 陆凡一个侧身躲开 随后凝聚出龙爪 随即就发出一声剧烈的碰撞 老岳父又开始嘚伐起来 老钱 你是不是也在庆幸我阻止你带走他 面对山脉巨人的攻击 小叶后发先制 山脉巨人的四肢再次被打断 陆凡让小叶把最后一击留给自己 一龙一兽的配合妙的豪颠 小叶使出一招大几岁点 此时飞龙也升到十二级 陆凡也升到了十七级 五十层以后的难度对他来说和先前没什么区别 他照样横推 通关五十层以后 他准备去往五十一层 秦山海灭了灭烟头 看来这个五十层对陆凡来说也算不上分水点 地中海校长第一次开始证实自己的错误 这龙比他想象的更加强大 前特使 已在龙都见多识广 能否看出这飞龙改变形态后力量有多强 老前摸了摸下 我见过一些大人物出手 以威力来对比的话 这条龙的力量属性最少在两千五百点以上 地中海校长大受打击 那岂不是说我们的等级在他面前固执一提 校长也是冷汉直冒 这和他预想的差不多 恐怕是只多不少 既然已经通过五十层 那么接下来恐怕是X加一模式 所谓的X加一模式就是五十层后 除了每层有大量的怪物外 都会有只Boss 这让试炼变得更加真实 而考生随时都会丧命 只不过噩梦级的天梯塔中 不管是X还是E 全都换成了噩梦难度的Boss 陆凡与黑龙一路过关斩将 仅用十分钟就达到了九十九层 眼看就要通关一百层创造新的历史 不曾想一个残破的王座党在面前 更是有四名高达五十五级的无头骑士 要知道陆凡和小叶的等级加起来也才三十几左右 这根本就是不可能通关的设置 地中海校长都眯起了眼睛 但校长却觉得陆凡很可能是 近千年来第一个通关一百层的考试 就在刚刚校长告诉特使 所谓的X加一遇到的首领不止一致 更变态的是属性翻倍增加 秦山海呵呵一笑 这听起来确实很难 但他相信这些难不倒准女婿 陆凡也没有让他失望 他他卡到七十层 此时黑龙的等级已升到了十三级 陆凡则是十八级 一路过来 陆凡也发现难度越来越高 但是有蔑视者状态的小叶在 这大考直接不需要动脑 一路打过去就成 地中海校长早已经麻了 不足十分钟就推了二十层 这家伙是来旅游升级的吗 说实在的 今年的难度已经是有史以来最难的一次 他一度怀疑没有人能闯过八十层 现在看来是他想的太简单了 遇到陆凡这种变态妖精 所有的光卡都形同虚实 陆凡此时遇到的是一只沙虫 他直接使出龙血砍化 不出意外的沙虫直接毙命 此时他已经通关八十三层 不断地逼迫自己接近极限 最终死在了大考试炼中 毕竟没有不贪婪的人 只差一步就能拿到大考终极奖定 谁又甘愿乖乖放弃 就在这时 克室吼了出来 快看 陆凡已经到九十九层了 此时的他看起来一脸悠闲 身上看不出任何伤势和疲惫 在他面前的是一个空空的王座 王座上面还插了一顶剑 四周的蜡烛亮起 四具五十五级的无头骑士突然出现 更是附带五个技能 陆凡可是学霸 这个秘境的名气很大 来自破碎国度的无头骑士 所有秘境都有迹可寻 就像哀痛村秘境一样 破碎国度就是数百年前亡灵军团入侵 国王被杀所形成 此时无头骑士已经举起了他那十米长的板斧 是军者 当战 面对如此猛力的攻击 陆凡也不敢托大 直接开启生命贡献 目前最稳妥的办法就是击中火力逐个机能 可惜他现在没有控制类技能 那就只有一个办法 将四个一起干掉 无头骑士们也不是吃素的 直接发动灭士贯穿 却被陆凡轻松挡下 现在的他也能正面与这些无头骑士搏杀 一个斩机作用在无头骑士身上 可他随即就发现不对劲 竟然斩一断 就这一下却触发了无头骑士的灭士反击 两把兵器再次碰撞在一起 陆凡对小叶下达攻击命令 轰了一声 无头骑士被正面击中 这种完美的配方 陆凡直夸小叶干的漂亮 就在这时 刚被打倒的无头骑士再次复活 再次向陆凡发起了进攻 陆凡只能转身应战 就在他们僵持不下时 另外几具无头骑士也向他发起了进攻 轰的一声 所有攻击齐聚 好在陆凡完美的动态 现在的他可不想将时间浪费在这里 一百层才是他的目标 小叶此时已经准备好了一个大火球 随着陆凡一声令令 巨大的火球向无头骑士们轰去 燃爆了燃爆 一百层竟然是要面对完整的破碎弱度 但黑龙升级后又迎来第三形态 毁灭巨龙 一个大灾便让汉子不可战胜 五百亡灵大军瞬间取灭 四骑士也被瞬间秒杀 陆凡的积分一下飙升到98万 杀气腾腾的陆凡将直面最终过死亡灵大体 只要干掉他 陆凡将创造新的历史拿到最终奖励 就在刚刚 小叶的熔岩烈焰直接将四骑士烧成了灰烬 他们来到一百层 小叶再次升级 并解锁了新技能大灾变 而陆凡也升到20级 地中海校长再次被震撼 老岳父也好不到哪里去 看来今天 我们要见证历史了 校长也在猜测一百层的试炼到底是什么 但他估计怕是根本就没有想过要考生通过 陆凡直接拔下王座上的剑 下一秒 整个空间就开始溶解 他手中的剑也逐渐消失 这就是传说中的一百层 完整的破碎国度 五百家的亡灵军团 加上四骑士和灭士大帝 这难度简直前所未 但陆凡却丝毫不慌 是时候见识一下毁灭巨龙和新技能了 最终奖励已经向他招手 没有什么比这更让人期待的 陆凡剑指王座 小叶切换到毁灭巨龙形态 半变成熊熊的烈火缠绕在黑龙全身 黑龙的属性面板也发生了变化 精神属性飙到了离谱的七千二百多 校长已经不记得今天是第几次被陆凡震撼 整个人都满 没想到陆凡还有底牌 蔑士大帝下令全军突击 收到命令的亡灵军团杀气腾腾的冲向他们 陆凡和小叶早也做好冲冲的准备 接下来就是他们的猎杀时刻 陆凡让小叶做好释放大招准备 随着他一声令下 小叶张开了聚嘴 滚滚的烈焰将亡灵军团包裹 地中海校长都吓傻 这尼玛是考生能掌控的技能 眼看亡灵军团就要全灭了 四骑士围杀向陆凡 陆凡一个单手称帝躲开 呼唤小叶来到他这里 黑龙犹如沙神一般再次咆哮一声 四骑士直接被吼死 难道说这一层试炼 还是不能试探出陆凡的真正实力 要知道今年是大考以来最难的一届 奖励肯定特别丰富 至少三件稀有品种打底 但这些都将是陆凡的 杂鱼都收拾干净 他相信烈士大帝已经洗干净脖子等他 挡爆了爽爆了 陆凡不但轻松通关一百层 终极奖励更是拿到手软 不仅有一本稀有品质冰龙王技能书 和一枚稀有品质戒指 更是爆出传说级批缝 毫无疑问的南省壮业 甚至是全国壮业 校长更是断定百年内 他的成绩将无人超越 最最解气的还是 郑北侯将跪舔金家的龙国高层霸卖 棒棒国要是在赶搞小动作 他将派施救团去问候一下他们 这才是龙国该有的风范 就在刚刚 烈士大帝还没装完杯 准确的说是还没说完一句话 陆凡和小叶就给他准备了大餐 双方都是杀气腾腾 才一个照面 烈士大帝就已经七分数了 小叶的万物坟禁不是盖的 烈士大帝急忙后撤两公里 谁特么才是烈士大帝啊 更可怕的是 他发现自己的力量变弱 竟是陆凡这个老六因了他一把 直接发动了哀痛光环 气得他大骂陆凡不讲五个 既然烈士大帝已经七分数了 陆凡决定再给他加一把 直接命令小叶使用万物坟禁第二阶段 烈士大帝身上传出滋滋的声音 陆凡知道他已经十分数了 感谢神的赐予 他要开动了 哭刺一声 王座都被刺穿了 难道他觉得灭士大帝还不够数 串上让他再考一会 随即他们再次升级 陆凡没想到会这么简单 只能说他和小叶太变态 三十年无人通关的百层的记录被他破 老岳父再次被震撼到 通关后陆凡就想第一时间回家和小叶分享 更是惦记小叶做的菜 小叶闻延声表赞赌 接着就出现一个黄金榜箱 看来是大考中级奖励出现了 东西也没有让他失望 稀有品质的冰龙王群控技能书 原本要三十级二转才出现的群控技能提前出现了 这简直不要太爽 接下来就是稀有品质的敏捷戒指 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小叶不能受到效果加成 最后一件简直是小母牛坐飞机 牛逼上天了 竟是传说级品质的披风 既有兵系减伤又有火系增伤 最主要的是小叶也能用上 陆凡这是要在开挂的路上越走越远 接着他就开始传送出去 回家等着接膀就行 他才刚出现 校长就双眼放光的扑了上来 表示他就是学校的骄傲 学校名人墙上将永远挂着他的照片 地中海校长酸溜溜的开始拆台 你可真心 名人墙上不都是抵御凶兽入侵时战死的英雄吗 你这是在咒他吗 一边去 要咒也是咒你 陆凡可是破纪录了 未来前途不可估量 陆凡 虽然我早有准备 但你的表现还是让我大吃一惊 秦叔 条件我达成了 棒棒国公主不会再来找我麻烦了吧 哈哈你放心 老师应该快收到了 你现在该考虑的是该选哪一府大学 十大学府肯定挤破头来抢你 南省的富商们也会借机拉拢你 你可要留意他们的心思 而陆凡的最终分数也定得在129万 这个分数太逆天了 50年内肯定没人能破 画面一转 龙国的极北之地 正被侯正悠闲地喝着小酒 边喝边看陆凡的视频 嘴里直呼畅款 也不知道是酒好喝还是陆凡的视频好看 就在这时门外传来敲门声 报告找到证据了 接着公公静静地把资料呈上 表示秦山海的推断是正确的 龙都高层阮长风与金家有勾结 还批准棒棒公主刘雪和带走御龙师 闻齿 正被侯无止忍不住法理 他没想到泱泱大国竟然出了一个汉奸 最讽刺的还是龙国高层 金家与阮长风表面维持两国关系 私下却是金家的狗 呵呵呵 怪不得他会派特使去逮捕路 咔嚓一声 酒瓶被他捏得粉碎 这个吃力爬外的东西 竟然甘愿当人的狗 简直犹如国威 传令下去 即刻起 撤销阮长风一切职务和权力 龙都高层不再有他的威力 立刻执行 他要是有意义 让他来找我 至于棒棒国金家 他们要是再敢搞什么小动作 我不介意把施旧团拍到他们地盘上转转 还有 密切关注这个御龙师选了哪所学府 第一时间通知校长给陆凡最好的资源 龙国出了这样一个传奇少女 真是让人欢喜 有意思 有意思 等我任务完成了 必定要找他喝两杯 这小子可是跟红苗正 杀法果断 但是这个破任务究竟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当棒棒公主接到阮长风被撤之后 先是一惊 看来陆凡是动不了了 自己这顿都是白矮了 随后催老六说他们又找到了另一个御龙师 混死 棒棒公主露出邪恶一笑 看来他又要倒尸了 他不相信每个人都像陆凡一样铁骨睁睁 总会有像阮长风一样摇尾起零的 抢人了抢人了 十大顶尖学府齐聚老岳父家抢陆凡 秦秋终于上线 见面的瞬间就开始脸红 更是要拉着陆凡去说点悄悄话 当红五结束试炼出来时 此时他显得很是狼狈 但他还是很自信 恐惧达到了七十二层 南省状元非他莫属 十大学府肯定会为了他争得头破血 自己以后怕不是要一飞冲天了 但是不对啊 为什么没有人来欢迎自己 更诡异的是 那边很吵呢 他还在幻想着地中海校长跑过来夸奸他 这么高的分 状元非你莫属了 自己则谦虚的说试炼发挥得一般般 可事情并没有像他预想的一样 没办法的他只能主动找上地中海校长 校长却不嫌不淡的和他打了个招呼 试炼已经完成了 只有八万九个分数 不知道状元选不选 校长拍了拍他的肩膀 没关系 你考得非常好 十大学府还是可以随便进的 成绩固然重要 但还是要量力而行 先回去疗伤吧 红武文言有些傻眼 校长这是几个意思 考得还行 也就那样 但是不对啊 这么高的分数校长还看不上 那一定 一定是让我不要骄傲 校长真是用心良苦啊 我明白了 万分感谢校长您的苦心栽培 地中海校长知道他误会了 但也没说穿 很快就到了街榜日 看着家门口密密麻麻的送礼人群 陆凡和小姨都有些傻眼 还好有老岳父在一旁震着 只因大家都知道陆凡是南省壮人 都想打点一下关系 小姨觉得外面不是说话的地方 急忙把秦山海迎进屋内 江海市直接给陆凡发了6000万奖金 但他的总分数保密 只是说他是壮人 而榜眼的成绩竟然有21万 老岳父告诉他 除了市里的奖励 校长也给了他一些好东西 首先是一本稀有品质的蓝龙王咆哮技能书 这是一个雷属性的群控技能 效果那是相当牛叉 接着更是一瓶传说级雷霆要紧 这两样东西配合起来简直不得了 但这还不算晚 还有稀有品质的胸甲和靴子 一个增防 一个加速 就现在自己这身装备 大考学生中绝对找不出第二个 全患上的话属性接近刚破壳的小弟 二转法师才有的技能 那我就不客气的收下了 校长真是太给力了 就在这时 秦秋闯了进来 表示十大学府已经在他家等候了 他来请陆凡一起过去 陆凡觉得他们速度是不是太快 才刚放榜 他们就到了 秦山海对此早就见怪不怪了 像陆凡这种绝世天才 来晚了可能连人都见不到 而且他们并不是放榜才来的 是看了他大考视频后就来了 秦山海悄悄告诉他 他的视频和成绩都被郑北侯要求保密 除了龙国十大学府和高层 其他人都没见过 毕竟像棒棒公主那样的人不少 也不是每个考生都像陆凡一样有骨气 他还转达了郑北侯特想见他的心情 陆凡也想当面感谢一下 帮自己解决麻烦的大佬 老岳父告诉他现在还不是时候 只因郑北侯还在执行任务 让他不要着急 他们早晚会见的 接着秦秋掏出一张卡片递给陆凡 表示上次来就是为了送这东西 可惜被棒棒公主捣乱了 陆凡有些呆愣 说好的报酬不是十万吗 这紫金卡里可是有一千万 老岳父让他安心收下 这可是秦家的一片心意 而且晚上还要送他们去别墅去 要是紫金卡都收不下 怎么接收奖励的别墅 小一文言都惊呆了 还有别墅吗 接着秦秋拉拙陆凡就跑 表示学府的负责人还等着 画面一转 青州市的一片森林内 棒棒公主又出现了 崔老狗还是忠心耿耿地跟着 看来是完全恢复了 御龙狮就是不一样 这么快就能对战三十级报道 竟是第二个御龙狮 也是南省的第二名 看样子他是贵了 而在他面前的是一只白狮 白毛跃入空中 看表情还是很霸气的 可惜已经贵了 再怎么霸气也是奴才 擦的一声 龙腔直接穿透白狮的身体 接着一个帅气的着地 而他的等级也升到了二十级 棒棒公主夸他表现不错 没有浪费他的龙蛋 白毛连忙低头行李 没有让公主失望就好 你要像个废物一样我才失望 崔老六 你的这把龙腔以后就归他了 没意见吧 白毛果然是一条忠诚的狗 感谢公主 有了这把龙腔和假龙 我一定可以打败那个南省状物 不得不说他真是癞蛤蟆打哈欠 好大的口气 要是他知道陆凡能无伤灭掉 六十五级的亡灵国度的话 估计立马吓晕过去 陆凡哈口气都能将他吹死 棒棒公主还梦想着 第一名和第二名应该差不了多少 陆凡最多三十万分 他觉得打败陆凡日可待 棒棒公主告诉白毛 他要的不是打败陆凡 而是要杀了陆凡 还要抢了他的黑龙 只能说棒棒公主很无知 我会帮你成为史上最强的御龙师 你将成为我的奴仆 在棒棒国你将旨在我之下 惯人之上 关于陆凡 你可不要辜负我 公主放心 这是我的荣幸 我将永远是您的奴才 你比陆凡实相 我给了他一步登天的机会 可惜他不领行 崔红泰 你去调查一下 看陆凡会去哪座学府 要是这点小事 你都办不好 那你就滚蛋 我一定要陆凡 为他所做的一切感到厚 讨厌棒棒公主的宝子们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觉得怎么处置他才解气 明明当年是个 连初中都考不上的学诈 如今风韵犹存的小姨 却收到顶尖大学 龙都学府的录取通知书 这一切都是陆凡的功劳 面对几大顶尖学府的争抢 陆凡选择了龙都学府 但他有个条件 那就是让觉醒 隐藏职业的小姨 一起被录取 陆凡和秦秋刚到秦家别墅 秦秋就问他想报考哪所学府 说完还不由小脸一红 继续结结巴巴的说道 是我想 不 是我爸想问的 他让我和你最好报同一所 以后也能有个照应 陆凡觉得这样也挺好 听说学府里团队很重要 而且他们也合作过 要组队的话 秦秋是首选 只是现在他也没想 好选哪所学府 一会出来再告诉他 秦秋却还是一点担忧 他也不知道陆凡到底考了多少份 但如果再不追赶他 他们之间的距离会越来越远 秦秋表示自己会尽力 和他报同一所大学 小小年纪就如此懂事 知道了长大后不好找 所以下手要趁早 陆凡扭头对他一笑 随即推门进去 入眼就是五位老师 陆凡本想先做个自我介绍 神棍胖子老师率先打断了他的话 陆凡同学是吧 你的大考视频我们都看过 很是精彩 史上第一个有龙的御龙师 不知道你这位男省状元 可有心仪的学府 不要问心仪 我们将男学府不玩虚的 一年奖学金一千万龙币 药剂秘境等等 全部对你免费开放 在座的可都是龙国顶尖学府的负责人 就这点东西也好意思拿出来抢壮点 胖子文言大为恼火 陆同学 在江南学府的基础上 北京学府再加上一年两千万龙币 雪国不对外开放的秘境 给你二十个 接下来就跟菜市场似的 众人炒成一团 陆凡没想到竟是这么个场面 他更不知道该选哪所学府 就在这时 龙都学府负责人直接放出大招 今年国之试炼的名额由龙都学府选拔 陆同学 这个名额直接给你 其他几人文言蹭的一下站了起来 这不是胡闹吗 陆凡是很厉害 但他刚转职 怎么可能有国之试炼级别 网界可都是经过严格选拔的 别国已经在备战了 陆凡才刚知道 这么重要的名额 你们把它内定给一个新生 简直就是把国之试炼当而行 国之试炼嘛 这顿时引起了陆凡的兴趣 国之试炼是由全世界二十三个国家 共同构建的超级秘境 每三年将都派出一名25岁以下的选手 代表自己的国家参加国之试炼的秘词 为了秘境的稳定性 选手必须是心愿 国家级强者则不允许参加 这是世界瞩目的试炼 奖励更是世间罕见的真体 你要承诺也承诺下一届 这一届还有半年就要开始了 你们龙都学府这样招揽也太绝了 顾涵继续说道 通关国之试炼的人 更有资格成为国家级高手 从南省第一迈向龙国第一的机会 龙都学府能给你 陆凡是真的心动了 重活仪式不能主宰世界臣服 岂不是浪费 也就在这时 今日的藏宝图已送达 竟是时隔很久的第二张神级藏宝图 上一张让他找到了黑龙蛋 这一张真是期待呢 而藏宝地点竟然是龙都学府 看来不得不去龙都学府 陆同学考虑的怎么样 这也是龙都学府能给出的最大诚意 那好 我要去的是龙都学府 不过顾老师 能不能麻烦帮我申请一件事 但请直说 只要不是太难 我尽量帮你申请 时间一晃就是四天后 陆凡正在关包子铺的卷闸门 小姨没想到有一天会离开这里 毕竟在这里生活了这么多年 还有点舍不得 陆凡告诉他 现在有别墅和存款 以后想住哪都可以 小姨还清楚地记得 刚搬来这时 陆凡才到他腰 现在已经超过他了 时间过得是真快 就在这时 一辆跑车停在门口 竟是秦秋和他闺蜜 韩姐姐 陆凡 我来接你们了 以后我们都是龙都学府的学生了 小秋爸爸包了一架专机 正好我们可以一起去报道 陆凡没想到秦秋闺蜜也报考了龙都学府 当然了 我和小秋分数一样 看他报了 我就跟着报了 小姨也没想到 他能被录取都是陆凡的功劳 这个外职没有白养 还记得自己年轻时的梦想 秦秋催他们快上车 不然时间来不及了 看着小姨和他们打成一片 陆凡说过一定要让小姨过上好日子 对他来说 这只是第一步 他们是第一次到龙都 感觉这里真的不一样 也太热闹了 就在这时一个声音 领起了陆凡的注意 竟然是棒棒公主和他的两条狗 而他的第一句话就拉仇恨 龙国首都也不过如此 随即他们就看见了陆凡 陆凡觉得真是晦气 怎么又遇到这几个阴魂不散的家伙 不得不说白毛是条异常忠诚的疯狗 顿时就要扑上去咬陆凡 可惜就是没有脑了 催老六赶紧拉绳子 让他不要冲动 没了阮长风的罩着 再搞事的话就会被遣返 现在还不是时候 秦秋记得他爸爸说过 棒棒公主是来留学的 没想到竟是龙都学府 就在这时 顾寒出现了 他没想到两多人同事到了 还以为他们认识 而两人都是御龙师 还是南省一二名 所以龙都学府称他们为南省双子星 陆凡没想到那个狗东西竟也是御龙师 久仰大名陆凡 陆凡则冷冷看着他 与这种汉奸齐名简直就是对自己的无语 契约了契约了 继飞龙小叶后的 我终于契约了第二只幼龙 而他的能力不仅堪称电台 甚至当场就给了小叶一个下马威 原来就在金珠阻止陈天志动手后 我便告诉顾寒来龙都的路上 大家比较劳累 要求他先将我们带去休息的地方 对此金珠撂下一句狠话 我们走着瞧 不多时从顾寒的口中得知 排名前三十的学生 享有入住别墅的特决 听见一旁这座别墅 就是陈天志的住所 我也是下意识朝着顾寒指的方向看去 前三十只能去往普通宿舍去办理入住手续 谁料小姨却一把搂住我的胳膊询问道 那个我们几个能不能跟陆凡住一起呢 这话也让一旁的秦秋当场闹了个大红脸 反观顾寒在思索一番后给出了答案 说学校并不反对这种事 但前提是需要入住的人没有意义才行 看到小姨用眼巴巴的目光看向自己 我根本不敢生出丝毫的反对意见 紧接着小姨就拉住两人来的聚 既然他没有意见 那我们就住在一起吧 正好可以培养一下感情 见状的我只好无奈地向两人发出了邀请 并借口说这里距离宿舍去太远 要是去找他们至少要花费两个半小时 听闻此言的两女虽然红着脸答应下来 但桃子却指着我说道 合住归合住 可你千万别动了什么坏心思 不然有你好受的 也就在这时 我耳边突然响起戏头的声音 提示我现在距离藏宝图地点很接近 于是我便询问顾寒旁边的别墅住的是谁 在得知里面住了一个其他地区来的女生后 我也是告诉小姨让他们先去休息 自己则需要去认识一下这个新邻居 认为我终于开窍了的小姨当即回应他 我懂我懂 不过你去的时候记得给人带领 而桃子却在心里愤愤不平 我真是低估你了 有我们三个跟你合住居然还想着搭闪邻居 不到片刻 我就拿着小姨做的蛋糕敲开了对方的房门 看着女孩那副冷冰冰的模样 我也是赶紧送上礼物 并且是自己是隔壁新来的邻居路粉 这次来是想交个朋友认识一下 谁料周遭的空气仿佛在这一刻安静下来 好在经过短暂的沉默过后 女孩还是接过礼物告诉我她叫剑影 眼看她并不打算邀请自己进去 我赶紧借口自己口渴 想进屋讨杯水喝 可让我没想到的是 即便这个借口明显目的不纯 但剑影居然毫不犹豫地就让开了声闻 这边剑影刚将房门给关上 却发现处在身后的我已经不见踪迹 而我则根据系统的提示在房间内狂奔 一心只想用最快的速度找到宝藏 只不过由于不熟悉房间构造的我 不仅闯入了她睡觉的卧室 甚至还去她洗漱的卫生间走了一遭 好在最终在二楼的房间找到了想要的东西 事实也正如自己猜想的一般 这次的宝藏赫然就是一枚蛋绿色的龙蛋 不多是拿到龙蛋的我就火急火燎地冲下楼 路过剑影身边时我还不忘补上一句 那个不好意思啊 我突然不渴了 咱们明天新生入学大会见 起初剑影只赶到一头雾水 直到来到卧室的她这才得出一个结论 那就是她今天貌似遇见了的变态 很快时间来到了晚上 小叶正目不转睛地盯着这枚全新的龙蛋 伴随着与契约小叶时的情景在线 龙蛋在这一刻开始产生数道猎物 下一秒 但绿色的光芒瞬间从龙蛋中爆发 接着一只如同宝石般的幼龙便出现在眼前 从面板上得知 这只翡翠龙并不是战斗类型的龙族 而是精神力高达600多点的辅助类型 其能力不仅可以抵消三次伤害 甚至还能让小叶跟我的所有加成迎来翻倍 也就是说小叶大考时那6000多的精神属性 只要加上翡翠龙的翡翠之光技能 就能直接翻倍来到12000点 并且翡翠幼龙还能吞噬装备强化自身 真不敢想象以后的她会成长到哪种地步 想到这个我将目光看向一旁的幼龙 打算先给她取个响亮的名字 而此刻的小叶玩心大气 正不停地用蛋壳捉弄着刚出生的幼龙 起料还不等小叶开心两秒蛋 万一打起来估计整个别墅都得遭殃 那么从今天开始 你的名字就叫小斐好了 开始了开始了 龙都学府的入学仪式终于正式开始了 而我凭借玉龙师的身份不仅成为全场焦点 甚至无法拒绝学府中任何新生的挑战 在这种规则下 第一个倒霉蛋红武他来了 原来就在玩心大发的小叶被翡翠龙报复后 我只能在他俩的吵闹声中度过了一整晚 第二天去往新生入学大会的路上 秦秋告诉我生活职业跟战斗职业被区分开来 所以小姨因为是生活类职业 被学府安排去往了另一处地点参加大会 可还不等我继续追问小姨的具体位置 就听见前方传来一阵惊呼声 大家快看 又来了两个校花级别的美女 要是能做这种美女的男朋友 让我穿被戴裤去大街上打篮球都行 听闻此言的秦秋跟陶子顿时羞红了脸 只感觉这群人怕不是脑子有问题 不多十几人便来到了举行大会的目的地 由于隐藏职业需要坐在靠前的位置 陶子只能不情愿地脱离队伍 但他心里却在抱怨学校这样子 简直就是帮陆凡跟秦秋创造在一起的时机 与此同时 我突然发现有人正用不善的目光打亮自己 经过一番思索后 我这才想起对方正式参加大考试炼时 那个扬言要拿下第一宝座的气功是红武 于是我便礼貌性地冲他点头问好 回想起大考结束时校长跟他说的那句 你区区八万积分也想当状元 还是赶紧去看看榜单上你跟陆凡的差距吧 红武当即气得咬牙切齿 并在心里发誓 总有一天他要找回在校长跟前丢尽的脸面 对于这点我并不知情 而是再次在人群中发现一个熟悉的面孔 见我满脸尴尬跟座位上的美女打招 秦秋很是好奇地询问道 你们两个认识吗 也就在我跟秦秋解释对方的身份时 讲台上的身影直接下令让所有人安静 只听来人自我介绍道 我是龙都学府的副校长 也是战斗学院魔法系的副教授 你们可以教我赵岳明 接着就见顾涵给众人分别发放了一张卡片 从赵岳明口中得知 这张卡不仅是自由出入龙都学府的证件 更是会用来储存所有学生的个人积分 这些积分便是学府内的通用货币 可以用来开启学校提供的秘境 以及购买武器等一系列道具 至于所有人的初始积分 则来源于大考试炼的分数 这时有学生提出了疑问 说每个区域的大考试炼难度有所不懂 学府这样做会对一部分新生没有公平可言 对此赵岳明给出了解释 大考分数会依据各省试炼难度系数 公平推算出每个考生相应的积分 文言后的我将目光看向手中的卡片 看来自己这一万三千点积分 将会是我在龙都学府内的全部资金了 可紧接着就听见赵岳明补充道 你们手里的积分都是暂时的 一个月后的新生考核会再次决定你们的积分 而新生考核的前三十名有资格进入青云班 这三十人不光可以申请不开放的秘境 还能兑换指定技能和特殊装备 甚至享有搬入别墅区的权利 我听后直接陷入沉思 毕竟第一名的我拥有进入青云班的资格 但要是出现意外 那自己到时候就得被赶出一号别墅 就在我思索之际 赵岳明再次宣布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那就是任何学生都能挑战青云班的成员 如果青云班的学员输了 就必须向挑战者让出他的名额 并且青云班的学员不能拒绝挑战 随着大萤幕停止滚动 赵岳明表示目前青云班成员共30名 而根据大考排名 我的名字赫然就出现在第一列 奇料众人见我站起身立马开始议论纷纷 一致认为这个御龙师跟陈天志一样 肯定是契约了那种比较厉害的帝龙主 当然这也引起了不远处陈天志的注意 可由于金珠现在还不了解我的具体实力 他还是决定先探明情况再找机会报 好在这种拉仇恨的时间并没有持续太久 这边入学大会刚结束 我便向秦秋提出先去了解一下学府的秘境 打算找个合适的秘境帮小翠升级 可突然身后有人叫停了我 只见红武大手一挥 陆凡我要向你发起挑战 刚才副校长说了 青云班前30的成员不能拒绝挑战 所以你要是真有状元的实力 那就跟我打一场吧 而他的这一举动立马引起了金珠的诸物 其中也包括布涵以及赵岳明两人 只不过在红武看来 这种既看不到大考视频 也看不到大考分数的御龙师 一定是靠召唤许多垃圾地龙才通过的试炼 只要他针对本体 那他一定就能拿下这场战斗的胜利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我刚好也需要一场战斗用来杀鸡井猴 迎脸后续还会出现更多的人前来找麻烦 于是便以200积分作为赌注硬下了挑战 金珠剑庄立马告诉陈天志 你必须给我紧盯陆凡的每一步动作 毕竟这可是我们探底的好机会 反观秦秋剑桃子似乎对这场战斗没有信心 随即笑着说了句 你是没见过陆凡的战斗 待会可别被吓一条了 就在两人说话间 红武已经完成技能的蓄力 那么这场战斗又会以怎样的形式惊呆众人了 打脸了打脸了 身为御龙师的我竟遭遇气功师红武的挑战 可我仅仅只是展现御龙师实力的冰山一角 就让红武又一次惨遭打脸 甚至征服桃子让气化身自己的小迷妹 原来就在红武向我发起挑战后 他便率先发动技能气韵打击朝我冲来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我的身影却突然消失在他跟前 下一秒红武就听见身后传来一句 我听说气功师技能近战也能远程 这不会就是你的权利吧 看着我在两米半开外招手示意继续攻击 红武的内心顿时如同惊涛骇浪 虽然不明白对方怎么会二转法师的闪现技能 但他还是愤怒大喊 陆凡你这是找死 说着直接发动了气功师的专属技能波动拳 眼看我一直在战场之中左右闪躲 红武当即冷笑一声 在他看来只要继续阻止这小的召唤龙宠 他就一定能伺机拿下这场战斗的胜利 然而红武的脑海中刚闪过这个念头 却猛然间发现我进来到他面前 反应过来的红武自信展开防御技能 心想这一击如果没有280点的力量 就休想破开他的护盾 血要下一秒 红武那引以为傲的护盾直接就被一脚踹碎 直到吐血的那一刻他都想不明白 为什么他会输得这么彻底 看到这一幕的众人纷纷到吸一口凉气 直呼这就是南省状元的实力了 居然没有召唤龙宠 就将气功师轻松拿下 而一旁的金珠则在询问陈天智 你觉得你有几成把握胜过路份 陈天智听后不假思索地回应道 单看他的个人实力 我应该只有三成 但要是加上公主你的增幅技能 我觉得胜率应该会在七成左右 而作为胜利方的我则冲红武来了 你这实力不行啊 我都还没出力 你就躺着了 接着便拿出卡片果断划走200积分 可当红武看到面板上显示的积分数量后 整个人顿时如遭雷击 毕竟按照积分计算比例来看 那可是整整130万的大考分数 回想起校长当时所说的话 他这才反映过来自己真可笑 区区8万积分居然还妄想战胜这种怪物 不久后的秘境大厅里 面对小姨询问自己刚刚的战斗有没有受伤 我也是让他放120个心 反观桃子却在跟秦秋吹嘘我的辉煌战警 为了不让两人继续说下去 我拿出秘境资料是一几人看过来 并解释自己查询了学校提供的所有秘境 目前就读出森林最适合我们组队升级 小姨听后提出了她的疑问 表示她虽然是过来凑人数的 但要想进入这个副本 至少需要五个人才行吧 也就在我思考该去找谁组队时 秦秋拍了拍我的肩膀让我看向身后 只见剑影同样在查看学府的秘境资料 听见秦秋说对方的综合排名分数第二 这副本对她来说应该没有难度 当下我也是鼓足勇气上前打招呼 虽然从她那怪异的表情不难看出 她对我当时寻找龙蛋的行为误会颇深 但我还是将自己想找她组队的事说了出来 然而在经过短暂的沉默过后 剑影依旧是用鄙视的目光吐出三个字 大变态 三女剑状那是顿时充满了戒备 一致认为我是做了某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才会让对方露出那种表情 为了自证清白 我赶紧上前解释自己绝对是个正常人 并且告诉剑影毒株森林需要五个人才能进去 所以这才找上来想让她一起加入队 原以为剑影肯定会拒绝 结果她竟毫不犹豫地一口答应下来 而三女剑目的达成 也是当场将我被说成变态的事忘在了脑后 可就在我提出要替剑影支付副本积分时 她却直接刷卡率先走进了传送门 当然她那接近九千点的积分 也让我不由地陷入沉思 毕竟就算云北省的大考难度系数不高 她的大考分数至少也在八十万以上 不过目前最重要的还是帮助小翠提升等级 而此行的目的地就在森林的正前方 登场了登场了 我的翡翠幼龙终于首次在毒株森林登场了 而他不仅帮助桃子抵消了一次致命伤害 更是凭借那近乎变态的辅助能力 一举刷新了在场所有人的认知 原来就在我邀请剑影加入自己的队伍后 一行人便展开了对毒株森林的探索 而面对桃子询问自己为何要选择恐惧难度 我也是回应在龙都学府的所有秘境中 其他副本都没有该副本获取的经验之高 这时小姨站出来打断了两人的交谈 说既然各位都是来升级的 那她正好有个好东西要分享给大家 之后从小姨口中得知 这种饼干能够让食用者在三小时内 增加20%的经验之获取率 而身为附魔烹饪式的她 居然首次就给制作了两斤半船 接着小姨便叫停了正前方的剑影 要求她也品尝一下味道怎么样 看着送到跟前的饼干 剑影好奇的来了剧 上次那个变态送来的蛋糕也是你做的吗 小姨听后肯定了这一说法 并表示剑影如果喜欢吃 可以随时随地前往一号别墅做客 而面对小姨跟秦秋的热情邀请 哪怕是态度高冷的剑影 嘴角也不自觉挂起一抹笑容 就在这时 一旁的异响引起了我的注意 于是立马提醒几人有怪物发现了我们 只见正前方赫然出现一只四十级的黑灵巨蟒 可还不等众人做出反应 桃子竟不顾秦秋的阻拦率先冲了上去 由于看出这种级别的怪物不是轻易能战胜 我也是大手一挥 告诉所有人只管放心战斗 由我来替他们解决遇到的问题 听闻此言的剑影目光一礼 暗道这家伙是要召唤巨龙了吗 果不其然在一声响亮的龙银声过后 北翠龙小翠就被直接召唤了出来 也就在我叮嘱小翠别在我头顶玩闹时 小姨跟秦秋等人顿时张大了嘴巴 直呼小叶去哪里了 为什么这条龙他们都没见过 反观桃子的目光也被幼龙吸引 只感觉这跟他想象中的巨龙差别有点大 可由于桃子的分心 黑灵巨龙的尾巴静直朝他抽了拐 见此我第一时间下令让小翠释放翡翠之光 只听喷的一声 桃子当场就被震的道飞出去 这边秦秋刚准备前来查看他的伤势 桃子却满脸诧异地说道 有什么东西替我抵挡了伤害吗 原来小翠的翡翠之光技能 不仅能够为目标抵消三次伤害 还能驱除所有减益效果并提高30%的属性 当几人听见我解释完小翠的技能后 秦秋再一次被龙族的强大实力所震撼 要知道这还只是一条幼龙 其能力就已经远超所有的二转牧师职业 然而就在两人思索之际 黑灵巨蟒也趁机张开血盆大口袭来 对此我果断召唤龙灵剑打算结束战斗 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 一道寒光以更快的速度呼啸而过 接着就见光束静止贯穿了巨蟒的脑袋 做完这些的剑影则开口说道 各位别再浪费时间了 我们已经被怪物盯上了 而看到剑影这种独特的战斗方式 我不由得在心中感叹 排名第二的预见是实力果然不容小觑 可突然 剑影大手一挥操控武器发起攻击 反应过来的我赶紧大喊 小翼快趴下 不明所以的小翼也是一脸懵 完全没注意到身后出现的威胁 好在我将小翼扑倒的同时 剑影的攻击也打断了怪物刺下来的熬枝 从面板上得知 这种怪物名叫赢甲蜘蛛 除了能够连续发动穿刺技能外 还能免疫破甲类型的攻击 也就是说 剑影手中的武器很有可能会失去阻 然而还不等我思考应对方法 就见剑影几个剑步瞬间冲了上去 由于剑影迟迟未能破开怪物的防御 我也是没有丝毫犹豫加入了战场 只不过与我如今的实力 要想解决这只赢甲蜘蛛根本不在话下 就在怪物被击杀的瞬间 剑影将目光注视着前方说道 别掉以轻心 这些赢甲蜘蛛的数量可不止一只 说着再次召唤出两把武器 提醒这里不光只有赢甲蜘蛛 他们的首领黑网猎手同样在附近 顺着剑影的目光看去 一道细小的身影缓缓出现在黑暗之中 触动了触动了 我首次在高冷玉姐面前 展露玉龙师的实力 就触动了剑影那颗尘封已久的心 甚至让她体会到拥有队友这件事 似乎也并不令她感到讨厌 原来就在剑影提醒我黑网猎手 躲在暗处后 两人便不约而同冲向了赢甲蜘蛛的阵营 而面对我询问她的武器给人的感觉很特殊 剑影解释他们预见是可以自己锻造武器 并且每把武器都是跟她共同提升等级 听闻此言的我陷入沉思 按道预见是跟预龙师很是相似 前者是给武器提升等级 后者则是给龙宠升级 这边剑影刚使用技能限制赢甲蜘蛛的行动 就见另一只赢甲蜘蛛嘶吼着朝她扑来 对此我没有丝毫犹豫挡下了这次攻击 并下令让小翠释放翡翠之光技能 反观剑影同样一个蓄力 发动了预见式的独有技能汗衫 即便这些赢甲蜘蛛能够免疫物理伤害 身体也在这一刻被瞬间击碎 看到这一幕的我不由得在心中感叹 这预见式还真是个万金油的旨意 要知道她的破血剑自带穿甲能力 水寒剑拥有魔法控制 而她手中的这把更是能提高伤害数值 可就在这时 远处突然传来小姨的尖叫声 只见不远处的几人正被大量银甲蜘蛛包围 反应过来的我立马朝着小姨的方位狂奔 并告诉剑影让她去寻找黑网猎生 自己则会解决那边的麻烦 说着一件将挡在跟前的银甲蜘蛛劈成两半 就连小翠也趁机对小姨施加了翡翠之光 殊不知剑影在看见众人都在卖力战斗后 心中莫名涌出一股别样的感觉 结果下一秒 几根丝线以极快的速度从身后袭来 哪怕剑影借助翡翠之光挡下了大部分攻击 可她的手臂也依旧被划出一道伤痕 由于情况危急 剑影只能被迫朝向森林深处奔跑 听见我大喊你不能一个人深入 秦秋一边战斗一边要求我去追剑影 表示只要有小翠的翡翠之光在 这些怪物他俩完全能够应付 闻言后的我果断将小姨拜托给他们 便顺着剑影离去的方位冲去 然而当我追到森林深处时 黑网猎手赫然就在剑影的头顶上方 但很快我就察觉到了不对劲 因为此刻的剑影浑身布满了各种伤痕 当下我也是下令让小翠再次释放翡翠之光 也就在剑影分心说我自己能干掉它时 黑网猎手趁机发动技能珠网束缚 一旦命中目标将在60秒后死亡 可我却以极快的速度从他身边一闪而过 接着在他诧异的目光中来了剧 爷分神你可是有队友的人 说罢便发动龙血砍化静止轰向黑网猎手 在龙牙机那强大的破坏力下 仅一击就重伤了让剑影难以招架的对手 剑影剑撞顿时惊讶的何不拢嘴 毕竟两人之间的排名才相隔一名 这随意一击就堪比他权力输出的汉山相同 而我则提醒剑影趁黑网猎手无法动弹 一鼓作气将对方解决 剑影听后不再犹豫 发动汉山技能的同时 将武器切换成带有穿甲伤害的破血剑 带到黑网猎手被彻底解决后 小翠的等级也来到了三级 反观剑影的内心再次被触动 毕竟从小到大都是独来独往的他 居然在这个男人身上体会到了安心的感觉 但他还是自言自语道 想不到我竟然会有被当成弱者 受到他人帮助的一天 见此我也是打断了剑影的思绪 并十分肯定地告诉他 你很强 就在两人说话间 秦秋跟桃子带着小姨顺着踪迹找来 从他口中得知 他们不仅解决了全部的赢甲蜘蛛 就连等级也得到相应的提升 剑壮的我再次冲剑影说道 就算你在墙 我们也不会让你独自孤军奋战的 此话一出剑影那是当场就愣在了原地 不多时在众人的欢声笑语中 小翠也开始释放恢复所有人力量的生命圆权 事后剑影嘴角挂起一门淡淡的笑容 只感觉有队友这件事 似乎也并不令他感到讨厌 很快众人就根据提示来到了地图的尽头 就在桃子询问为什么这个副本没有领主时 凑到我跟前的秦秋顿时心中一惊 因为在两人正下方的洞穴中有着无数双眼睛 而这正是秘境首领的巢穴 变身了变身了 继飞龙小叶后翡翠龙也迎来了他的全新形态 而他又会给众人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原来就在我发现毒株森林的领主巢穴后 里面的boss变眼冒红光发出一阵嘶吼声 从系统面板上得知该boss名为奸孝珠母 但从他的各项技能来看 要想将其消灭就必须先清理其他蜘蛛才行 秦秋健壮也劝告小叶暂时回避 并解释接下来的战斗画面 会给生活职业的他带来强烈的冲击感 可小叶听后非但没有退缩 反而强调如果连关战都接受不了的话 那以后的战斗他只会更加拖后脱 然而还不等小叶观看两秒半 遭受社会毒打的小叶就在一旁疯狂干傲 反观桃子通过攻略帖得到一个惊人的消息 那就是队伍中哪怕有远程职业拉小兵仇恨 至少也需要四天才能彻底攻略这个副 谁料小姨却语出惊人来的剧 要打这么久啊 我带的食物只够咱们吃一天的 要是你们愿意吃烤蜘蛛的话 我应该可以给你们现做 文言后的我大手一回 告诉几人我们不必按照其他队伍的方法行动 接着在桃子跟剑影那疑惑的目光中 一声响亮的龙银声响彻在夜空 伴随着一句 小叶切换成毁灭巨龙形态了 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幕 剑影不由地瞪大了双眼 就连桃子也终于反应过来 这条火龙才是秦秋当初所提到的巨龙 当然这种动静也被奸笑猪母捕捉到 紧接着大量的猪网就被瞬间射了出来 对此我只是将目光看向小叶 事已该轮到他表演了 下一秒 小叶没有丝毫犹豫便朝向深坑虎虫而下 而我则是大手一挥 下令让小叶发动技能大灾变 如此近距离观看龙族的战斗 几人那是顿时被惊出一连冷汗 感叹这种程度的破坏力 甚至堪比历史中记载过的那些传说之龙 当然对于这点还远远不够 于是我便要求小翠给小叶世家增益效果 只见小翠胸前的宝石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能够让技能效果翻倍的翡翠龙血口 以及翡翠之光 外加龙之鼓舞等技能随之发动 这一刻 小叶的各项属性值瞬间迎来了质的飞跃 或许是奸笑猪母感受到了威胁 那密密麻麻的小蜘蛛顿时倾巢而出 而我在将小翠拜托给秦秋跟桃子后 果断与剑影做好了冲进巢穴干掉猪母的准 眼看蜘蛛距离自己越来越近 当下我也是挥动手中的龙鳞剑一跃而下 而剑影同样不甘示弱 三把武器瞬间穿透了周围所有蜘蛛的身体 这边刚抵达巢穴内 更多的蜘蛛立马围了上来 健壮的我当即冲小叶大喊 要求他过来自己身边 只听休的一声 小叶飞过来的同时 技能大灾变第二阶段也在这一刻发动 有了小叶的保驾护航 这些小喽啰根本无法对我们造成威胁 而剑影在近距离体会到这种高温后 只感觉身体似乎都要被热浪给融化 不过为了更好地迎接接下来的战斗 我也是扭头询问秦秋几人是否安全 在听见秦秋大喊我和桃子没问题 你们放心战斗后 我跟剑影便直奔本次任务目标尖孝珠母 但此刻的尖孝珠母突然抬起他的脑袋 好在两人反应迅速 这才避开了对方射来的紫色毒液 这边刚下令让小翠释放技能翡翠之光 奸孝珠母的下一轮攻击已经到来 哪怕我第一时间挥动龙铃剑抵挡 却依旧被珠网在脸上留下一道伤痕 可就在我下令让小叶动手时 一旁的小翠突然像是发现了什么 于是便张嘴接住了漂浮在空中的血液 与此同时 小叶的最终大招万物焚尽也在这一刻发动 看着整个巢穴瞬间化作一片火海 剑影再次被惊出一身冷汗 在他看来 这种引发天灾的破坏力绝对能毁灭城市 甚至是一个国家 由于这一击消耗巨大 我也是下令让小翠释放技能恢复体力 可让我没想到的是 小翠这次并没有听从命令 而是将目光聚集在自己胸口的宝石上 不到片刻 小翠的身体突然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而他的身形也在这一刻发生了变化 随着一个少女的形象缓缓出现 我这才反应过来 小翠这种情况就跟小叶当初一模一样 也就是说 现在的小翠不仅获得全新的形态 并且得到了更强的能力 证经了震惊了 蜕变后的翡翠龙首次施展他的能力 就彻底震惊了共同组队的高冷玉解 甚至让他看清了自身实力 跟我之间有着一座无法逾越的大山 原来就在小翠吞下漂浮在空中的血液后 他也同样获得变化为人形态的能力 可还不等我研究小翠拥有的新技能 奸孝珠母却突然射来大量的紫色毒液 伴随着一道绿色光芒在剑影头顶上 小翠的技能翡翠祝福随之发动 从面板上得知 该技能可以依靠给目标施加三层翡翠龙器 从而增加接下来三次攻击的伤害 虽然不清楚具体作用 但剑影还是大手一挥 立马操控武器展开了反击 可让剑影万万没想到的是 奸孝珠母的身体竟被三把长剑瞬间贯穿 看到这一幕的剑影顿时张大了嘴巴 毕竟先前的破血剑 哪怕是赢甲蜘蛛都无法击穿 这次居然轻而易举就贯穿了BOSS奸孝珠母 但很快剑影就反应过来 翡翠祝福绝不是增强了她的实力 而是让她附加上了龙的属性 当然这种情况也被我敏锐地捕捉到 说不定小翠的能力同样适用于黑龙小叶 想到这的我当即对小翠下达了命令 让其在小叶身上施加翡翠祝福 只见小翠的身影落在了小叶的头顶上方 下一秒就见她的身体散发出淡绿色的光芒 而小叶的头顶也在这一刻出现三块宝石标记 伴随着技能万物焚尽的发动 那炙热的火焰眨眼间就将奸孝珠母覆盖 剑影见状内心再次如同惊涛骇浪 因为她能清楚地感觉到 小叶这次攻击的力量绝对超过了上万点 突然我的声音打断了剑影思绪 就是现在准备给BOSS最后一击 眼看奸孝珠母已经进入残血状态 回过神的剑影立马紧随其后跟了上去 然而冲在最前方的我却消失在两人跟前 下一秒 我的身影赫然出现在奸孝珠母的正上方 只听砰的一声 龙牙击那巨大的冲击力瞬间命中奸孝珠母 与此同时 小翠也再次给剑影施加了翡翠祝福 感受到力量的增幅 剑影二话不说发动了她的最强一击 就这样在两人的轮番轰炸下 奸孝珠母直接就被送去见了阎王 顺利解决完爆后 不仅小翠的等级升到了18级 小翠更是连升两级来到了7级 哪怕是我的等级也成功突破至23级 事后面对剑影询问自己大考试炼的分数 我不假思索地将分数说了出来 剑影听后下意识反问道 以你的实力不应该只有130万分呢 可就在我回应在噩梦试炼的难度分数 130万就已经是上线了时 小翠却发现小翠仅仅贴在我身上 似乎在对她发起精神攻击 看着两条龙争宠的模样 剑影不由地陷入沉思 要知道现在的她虽然拥有八十几万的分数 但要论实力 两人之间却间隔着一座无法逾越的大山 不久后的开箱过程中 桃子欣喜地发现 爆出的装备简直就是在为她量身定制 而面对秦秋几人长期的组队邀请 剑影居然破天荒地答应了下来 为了庆祝组队成功 小姨还特地为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晚餐 谁料剑影却语出惊人来了剧 你们难道就不怕吗 竟然跟这个大变态住在一起 就这样在之后的时间里 我除了熟悉龙都学府的生活外 也经常带领他们去往毒株森林提升等级 直到距离新生考核的前两天 这种三点一线的情况才被打 而此时小翠的等级来到了十三级 就连我跟小叶也各自提升了一级 反观每次结束副本最兴奋的莫过于桃子 因为只要集齐整套的毒株套装 她在新生考核中肯定能取得不错的成绩 值得庆幸的是 这次的副本并没有让她失望 终于让她凑齐了全套的装备部件 从面板上得知 该套装不光能束缚敌人长达一分钟之久 并且还能给目标施加中毒效果 这时小姨冲几人说道 既然桃子已经凑齐了装备 那我们赶紧回去休息吧 毕竟明天还有新生考核大会呢 当然这一提议立马得到了所有人的赞同 可让我没想到的是 刚走出传送门的我却被不寒直接叫提 从对方口中了解到 赵副校长似乎有很重要的事情要找自己 听闻此言的我不由的疑乱 完全想不明白究竟是什么重要的事情 居然要在新生考核前夕刻地转告 开始了开始了 龙都学府新生考核大赛终于正式开始了 而我跟剑影首次在公开场合组成的队伍 其对手竟是一心想置我与死地的金珠两年 原来就在我结束毒株森林的副本挑战后 顾涵却告诉我赵副校长有重要的是找自己 虽然不清楚这其中的原因 但我还是询问他知不知道事情的具体内容 可顾涵却直接丢下一句 待会你就会知道 然而去往办公室的过程中 却听见有人在讨论青云班高手新平估的事 大概是看出了我心中的疑惑 顾涵解释都是因为我跟红武的那场战斗 让新生意识到能够通过切磋对比积分 所以那些新生时不时就会打一场 以至于很多战败的人连学校食堂都吃不起 而这种类型战斗就被众人称之为新平估 对此我也是一阵无语 想不到自己当时的杀鸡锦猴之举 竟然引发了一连串的连锁效果 不多时在顾寒的待遇下 两人便抵达了副校长办公室门前 可还不等我开口询问对方找自己什么事 就见赵岳明爆出一个惊人的消息 原来这一阶的国之试炼本该定在五个月后 可东道主太奇国却将时间提前了两个半月 而他们公布的选手名单中金家长子金成汉 有很大概率能在一个月内达成六十级三转 听见我询问太奇国是不是想等那人三转后 立马开启国之试炼的秘境 赵岳明怒拍桌子肯定了这一说法 并表示对方这样做胜利方将一定会是他们 毕竟其他国家的选手几乎不可能达到三转 我听后也是立马反映过来这是金家的轨迹 要知道三转和二转之间不光是等级差距 而且每次转职都会激活全新的特性 这时赵岳明阴沉着脸说道 我知道入学前的承诺对你来说很不公平 但你这次的对手可是一群武士级以上的高手 要是对上他们你很有可能会死 所以陆凡 你现在还想参加国之试炼吗 而我却露出一个自信的笑容回应他 这可是我步入龙国高手行列的机会 我不仅要参加试炼 甚至还要拿到里面最高的奖励 听闻此言的赵岳明直接笑出了声 随即拍了拍我的肩膀 告诉我既然已经做出了决定 那他就会想尽一切办法为我争取资源 不久后的新生考核大会上 从赵岳明口中得知 本次考核会以双人组队的竞技场挑战进行 而出赛时间将会定在今天下午 直到决出百强队伍在开始下一轮的挑战 众人健壮立马开始一轮纷纷 只感觉抱大腿的机会即将到来 只不过在我看来 小姨因为不是战斗职业 我跟秦秋等人刚好可以组成两个队伍参加 也就在等待桃子前来的同时 却恰好遇见了早已等候多时的剑影 而面对排名第七的双剑士发来的组队邀请 剑影们是想都没想就拒绝 反观桃子刚回来就发现身后那人的异常 见此秦秋赶紧解释道 前几名的同学都想找剑影组队 不过我知道剑影是不会离开我们小队的 很快时间来到了第二天 看到陈天志将自己的甲龙叫了出来 整个场地瞬间响起激动的呐喊声 而陈天志也凭借甲龙的实力 轻松拿下了27连胜的豪华战绩 见陈天志再次拿下这场战斗的胜利 金珠凑上来对其连连夸赞 并表示再有几场他们队伍都能进16强了 陈天志听后恭敬地回应道 这些都是公主的栽培 我们队伍已经打到了第8名的位置 就看接下来能不能匹配到第一名了 也就在金珠告诉陈天志只要拿下第一名 到时候就会将他推荐给自己的哥哥时 一双脚步缓缓踏入竞技场 紧接着系统播报随之响起 提示接下来的战斗 将由陈天志跟金珠对战排名第一的队伍 当看清来人的那一刻 无论是金珠还是陈天志都瞬间愣在了原地 而全场也在这一刻响起双龙之战的呐喊声 与此同时 秦秋跟桃子同样在台下大喊 你们两个一定要拿下第一名啊 回想起自己昨天下午安排秦秋跟我一队 就不会破坏我俩第一跟第二的排名 想到这个我当即抱拳冲剑影说道 怎么样 保底是第一名有问题吗 只见剑影大手一挥丢下两个字 简单 加更了加更了 龙都学府的御龙师之战终于正式开启 而我不仅决定独自应战金珠跟陈天志 更是在没有召唤黑龙的情况下 一次又一次刷新着陈天志的认知 以至于愤怒的金珠为了挽回颜面 竟对假龙释放了他那诡异的增幅技能 原来就在播报提示完金珠等人的对手后 我便与剑影一同踏入到竞技场之中 而面对剑影询问自己 有没有把握战胜对方队伍中的那个御龙师 我也是笑着回应他 要不你和我打个赌怎么样 就赌我一个人在不召唤黑龙的情况下 能不能战胜他们两个 如果我赢了 那你告诉我你遇见识的全部特性怎么样 剑影听后虽然倍感差异 但他也并没有开口拒绝这个提议 很快金珠跟陈天志也做好了战斗准备 伴随着广播响起考核正式开始的提示 陈天志率先按耐不住发起了攻击 还不忘冲我大喊 终于等到和你对战了 从今天开始 我将会成为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御龙师 说吧就挥动手中的龙腔静直朝我次来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我的身影却突然消失在他眼前 等我再次现身的那一刻 已经开启龙血凯花出现在甲龙的正下吗 只听哐的一声 那附加黑龙小夜属性的龙爪 直接就让甲龙的一个门牙当场锻炼 而陈天志在看了一眼不远处的剑影后 这才后知后觉的发现我既没有召唤龙宠 也没有让剑影上场的意思 于是便质问我是不是在小看他 可对此我却是不屑一笑 并表示对付你们两个根本用不着使出全力 听闻此言的陈天志当场暴露 果断命令他的肩甲地龙发起攻击 眼看这只甲龙嘶吼着朝自己扑来 我也是一个闪身跳跃至半空说道 你这地龙门牙都断了 为了让你看起来美观一点 就让我来帮你修修脸啊 紧接着我便发动龙牙击直接轰了上去 看到这一幕的众人顿时惊讶地合不龙嘴 直呼这陆凡怕不是个怪物 要知道地龙也是龙族的一种 他居然仅凭人类的力量就逼挺了对方 金珠剑壮立马指着陈天志大喊 你在那里发什么呆 还不快去给我干掉他 陈天志听后下令让甲龙使用横扫技能 而他自己也紧随其后发动龙枪击冲了上去 毕竟在他看来 只要两个技能同时攻击 就算是这小子再厉害 也只能乖乖吃下全额的伤害 下一秒 竞技场的地面就被那强悍的力道瞬间震碎 但很快一道声音就从陈天志身后传来 你们什么时候才能让我认真起来了 见我满脸轻松地坐在甲龙掉落的牙齿上 一旁观战的剑影固游地陷入沉思 按道着地龙属性要比同级凶兽强上百倍 想不到陆凡不仅能压制对方 甚至还能轻松应付那个御龙使的夹击 然而就在陈天志打算展开下一轮的攻势时 金珠却突然开口叫停了他 路凡你这个狂妄自负的下等人 居然还敢出言侮辱本公主 这次我一定会让你后悔的 接着就见被紫色能量缠绕的金珠告诉陈天志 退下吧 你这个废物 这么多人看着还嫌不够丢人吗 就你这样还想去太气国 还妄想成为最强的御龙师 别做梦了 说着就将这股特殊能量注入进甲龙体内 看到这一幕的我瞬间反应过来 金珠正在使用的 应该就是当时那个诡异的增幅技能 很快事实就验证了我的猜想 只见贾龙的身体在这一刻迅速膨胀 不到片段 一阵刺耳的龙银声顿时响彻在整个竞技场 震惊了震惊了 龙都学府双龙之战中我首次施展龙与魔法 就震惊了自认为无敌的御龙师陈天志 甚至让他不惜献出生命 也要借助金珠的增幅魔法获得力量 原来就在金珠对陈天志的贾龙释放技能后 那原本平静的贾龙突然就进入到狂暴状态 而面对眼前这只实力大幅度提升的贾龙 剑影也是召唤出武器做好了战斗准备 可我却直接挡在跟前要求他别出手 并提醒他别忘了我们之间的笔约 因为我知道 这只贾龙目前的属性虽然超过了自己 但我依旧能轻松将其搞定 金珠剑状咬牙说道 这次我一定会将你的黑龙抢过来 然后让你变回那个废物欲龙师 说罢便命令陈天志操控贾龙发起攻击 也就在贾龙携带着磅礴气势朝我冲来时 我却抬起手臂轻声说了四个字 龙与魔法 伴随着奈蓝色的巨龙身影出现在半空 技能冰龙王的暴怒随之发动 从系统面板上得知 该技能不仅可以对目标造成大量伤害 还能附加一定时间的减速以及冰冻效果 很快贾龙的身体就被冰冻无法动弹 对此金珠跟陈天志顿时瞪大了双眼 他们怎么也想不明白 我究竟动用了什么手段 竟然可以让一条龙失去行动力 而做完这些的我告诉金珠 你那邪门的乌咒术的确很厉害 但别以为让贾龙的属性超过了我 就能从我手中抢走黑龙 接着补上一举 就凭你们两个还不配 眼看我手中的龙灵剑即将劈向金珠 陈天志立马现身挡下攻击的同时 也对贾龙下达了攻击指令 好在我反应迅速直接消失在原地 由于看出这只贾龙的存在始终是个麻烦 我也是二话不说发动了第二种龙羽魔法 只见与刚刚相同的景象再次出现 不过这次却是一只被雷电缠绕的巨龙 而该技能名为蓝龙王的咆哮 技能对敌人造成大量的伤害跟麻痹效果 也能让之后的攻击附带二十层雷电属性 很快就听见贾龙发出痛苦的哀嚎声 这一幕也让看台的观众内心无比震撼 直呼这个陆凡真变态 先是用肉身跟龙族硬碰硬 现在居然又用出了两个压制巨龙的魔法 反观陈天志在看到甲龙重重摔在地面后 整个人那是当场惊出一身冷汗 暗道之不可能 明明都是御龙师 为什么差距会这么大 而此时的我同样问出了自己心中的异魔 那就是他陈天志自始至终 为何都没用过龙枪机以外的技能 要知道龙枪机虽然跟龙牙机稍有不同 但归根结底也是因为使用的武器不一样 可在听见我说御龙师还有龙爪 以及龙之鼓舞这两个技能的那一刻 陈天志不由地再次愣在了原地 心想难道这些都是这家伙的初始技能吗 见陈天志一副始料未及的模样 我也确定了他并不是不用 而是契约的地龙种没能给他解锁这些技能 想到这的我便冲他说道 先不说我们是不同的御龙师 而且你和我之间本就没有深仇大汗 你也不必出卖尊严做他的仆人不是吗 谁料陈天志非但没听进去 反而愤怒大喊 够了 你不但阻拦我爬上最强御龙师的位置 更是嚣张到教育我没有自尊 接着便要求金珠将增幅技能施加在他身上 放话哪怕是豁出性命 他也会让对方知道得罪公主的下场 金珠见状顿时露出一个诡异的效果 表示这将会是陈天志最后的机会 伴随着暗紫色的能量被注入境体内 陈天志立马发出撕心裂肺的叫喊声 我也是好奇地询问他 为什么要对金珠这种人选择誓死效忠 可得到的答案却是一句 如果没有金珠公主找到我 就算我觉醒了跟你一样的职业 也依旧会是一个废人 不到片刻 就见陈天志变成了得拥有四条手臂的罐 眼看对方不顾一切发动龙枪击朝自己冲来 我当即做好迎击姿态回应道 与其说你可恨 我更为你感到可悲与可怜 只听休的一声 陈天志只感觉一道雷霆从身体上滑过 而我的身影已经来到了他的正后方 直到听见陈天志大喊 对不起公主殿下 让您失望了 这一刻 金珠只感觉一股死亡气息迎面扑来